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們這一期總共有九獎 那麼今天是第五獎 所以我們已經進入中場了 時間過得很快 那麼在座的來賓我想很多是前面幾獎 也許就算是不是每一場都來 大概也聽過其中數獎 那如果你覺得有錯過前面精彩演講的朋友 想要補課 可以上我們Case的網頁 或者是直接上YouTube 這個打入講者的名稱 你就可以聽到前面幾獎精彩的演講 那我們今天這個等於說 進入我們這個系列演講的最高峰了 那我們請到的講者是台大心理系葉樹林教授 他也是我們這一期講座的顧問 三位顧問之一 那葉教授的專長是知覺 Perception 我們講知覺 想到的 視覺、聽覺、觸覺、味覺等 葉教授是台大心理系畢業 然後在台大念了一個碩士 我看這資料 他是黃榮春教授的學生 所以我們這一次其實研究 就好像我們第三講的這個講者 像杜醫師是洪玉宏老師的學生一樣 我們這個講者之間就已經有一些傳承 所以葉老師在碩士階段發現說 他對於視覺跟助力有很大的興趣 那在碩士學院完成之後 他拿到哈佛的Full Scholarship到哈佛去 可是因為他對於這兩個主題 視覺跟注意力念念不忘 就轉學到UC Berkeley 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就讀 然後跟隨這方面領域的專家 視覺研究的大師 以及包括這個 我剛才也跟他確認說 他這個跟從過Daniel Kahneman 大家知道快勢邁響這一部 在台灣很暢銷的這個作品的作者 Kahneman 這個拿過諾貝爾經濟獎 他是心理學家 那葉教授曾經跟過Kahneman研讀注意力 然後葉教授在完成學業之後 回到台大心理系就成立這個 知覺研究實驗室 那在台灣這方面 你如果要談到說 Perceptual Psychology 我想葉教授是最知名的學者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 能夠葉教授來跟我們講 我們真的請到台灣的專家中的專家 來跟我們講這個有趣的主題 就是知覺跟意識 我在請葉教授上台之前 我提醒大家我們這個演講 我們現在因為有在做直播 有在做錄影 那麼收音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演講中 我們不進行這個QA 不進行問答 我們的問答都是在演講結束之後 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來一起來做問答 所以在這邊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好 我現在就請葉教授上台 謝謝高主任 很榮幸今天有機會站在這裡 因為事實上 從這個準備的過程才曉得說 這個case實在是很了不起 我剛剛跟高主任講 辦到17期 真的是很厲害 我們從半年前就開始 其實半年多以前 洪玉洪老師就召集了大家 就開始做各種籌備 我從來沒有準備過一個演講 花這麼多的時間 真的 因為我們的設想是希望 高主任有跟大家提 就說 希望比較像以前法拉第 這樣子 這個未來成為一個聖地 所以我們就被抬到一個很高的位置 會希望說不是只講我們知道的 所以今天呢 我找了很多很多資料 是希望講一些未知的東西 所以他可能很有爭議 所以在選材方面呢 自己其實是掙扎了蠻多的 是很多這一方面的學習跟成長 所以我這一次高主任沒有特別說 就說那個CASER 探索自由 那我覺得我們真的 大家應該要多多贊助 真的是非常感謝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剛我進來的時候 院長也提到 就說這些活動真的非常好 那我們也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才知道說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把 回去把前面那個16期 有機會的話都看了 因為那個直播實在是很難得 好 我今天要講的是知覺跟覺知 我的專長其實是知覺 所以覺知就是我說 其實那個我覺得還蠻未知的部分 所以它跟意識很有關聯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嘗試 那我們先看看 就是心理學呢 其實作為一門科學 我們走了很長的一段路 因為早期是哲學 其實從希臘哲學以來 就有很多對於心理的探討 那我們走了很長的一段路 到現在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所以我們是在這個探索的那個過程當中 我以我們台大心理系為例 就是我們在這個心理系呢 它其實是前身是哲學系 在這個1928 29年以後呢 在這個這個我們學校成立以後呢 其實是有一個心理學的一個分部 然後一個部門 但是呢後來呢就是分開來了 變成心理系 那我們現在心理系呢是屬於理學院 理學院呢我們跟哪一些系一起呢 就是物理 數學 化學 大氣 海洋 地理 地質 要講這個呢是因為是要讓各位知道 就是說所謂的心理學研究 在台大 在理學院裡面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希望做的是新的科學 是用科學的方式來探討 這個可能看起來很抽象 很困難的一個心理的這個特質 那我們知道就是古希臘哲學呢 對這個空間 時間 物質等等等等 這些議題感到很感興趣嘛 所以就一路發展下來就發展出了 天文學 物理學 化學 生物學等等等等 各種不同的學科 使用科學的方法來探討 如果我們尋著這樣的一個方式 是不是也可能發展出新的科學呢 如果要的話 我們就需要遵循一些科學的基本原則 比如說心理的現象 它是具有因果的關係 所以有這樣的因就有這樣的果 它是一個決定論的 因果的關聯是必然建立的 以及我們可以量化 可以測量這些心理的現象 而且還可以重複的驗證 這些都是科學的基本的精神嘛 所以從心理學的發展史 我們可以知道經歷了一段 就是把心理學的內在的歷程當作黑盒子 只看外在的刺激跟反應 那後來認知心理學的這個興起 就開始覺得這個認知的過程 其實是很值得探討的 同樣也用科學的方法來探討這個認知的過程 我們今天講的其實是跟意識有關 這個意識其實真的是非常奧秘 這個是我從Wikipedia下載的一段話 意識其實是一個不完整模糊的概念 那人在思考或像感受圖像一樣 感受到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是人的意識 那沒有辦法通過語言來準確的描述 到底意識是什麼 一般就會認為意識是人對環境還有自我的認知能力 還有我們對認知的清晰程度 這是我今天想要講的後半段 就是覺知的那個部分 那事實上這個結論是說科學家 並不能給予這個意識一個確切的定義 我們大家都知道講到意識 模模糊糊知道它是什麼 可是到底定義是什麼 其實是很困難的 困難的東西其實更有趣 我記得二十幾年前我回來教書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提那個計劃 科技部計劃 我前陣子剛好整理那個書桌 就是看到之前那個計劃寫的是意識 那當時我的老師就很好心地告訴我說 不要提這個 提這個你覺得上不了 在那個國課會 當時的國課會 所以就把它壓在抽屜底下了 就經過了我記得好像十年 在有一次請了十幾位的國際學者來 那在談這個其實是談注意力 可是那一次大家在晚餐的時候 就開始談自由意志 開始談意識 然後大家談完以後就覺得 明天要在那個國際會議上面在談的時候呢 又要談跟這個無關的 就是說後來大家一個結論就是說 我們其實都最喜歡談的 就是這些意識的問題 可是呢它不能在會議的這個正式的場合被拿出來講 那個是十幾年前 你看可能也是差不多二十年前 十幾二十年前的事情 這可以知道就是說 其實我們其實被壓了好一陣子 就好不容易 有的機會可以看 這個是國際心理學詞典 在那個Stubert Sutherland 在Oxford University這位教授呢 他就也給了一個定義 他是說意識呢它具備了認知 也具備了思考還有感覺 也就是知覺 就是這裡感覺等同於知覺 那其實在還沒有深刻了解意識的真正意涵之前 我們是很難去定義它的 就剛剛講我們還不了解嘛 怎麼有辦法說明它到底是什麼 但是呢有很多人掉入 以為意識就是自我知覺 就是你知覺到你自己的存在這樣子 這裡呢說要有意識 你需要對外界有知覺 你就可以有意識 我想這是為什麼我們在這個酒講的 這個意識的這個講座裡面 特別排了一場是跟知覺有關的 那剛好呢知覺是我的專長 教了很多年的書 我對這個部分是很有熱情 那也覺得說很希望有一點時間 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把我覺得重要的東西跟各位分享 很有趣的是說 很有趣的是說在2005年在座的那個 洪教授 我們呢一起開了 我們跟洪一洪老師呢 在這個十幾年前了 我們就開了一門課叫意識與知覺 那這裡有就是授課老師呢 我是負責這個心理學的部分 那洪教授呢是負責責哲學的部分 那當時呢有一群這個哲學 對哲學很有熱情的學生 跟一群對心理學很有熱情的學生 兩邊的學生呢就合起來 一半的時間我們上哲學的問題 一半的時間呢我們就談 心理學的實證的研究 那當時我們有一個想法 希望能夠跨越兩邊的橋樑 那上了一學期以來 以後呢 兩邊的學生分別跟我說 就說哲學的學生覺得說 心理學那個研究做科學研究 實在是那個層次啊 實在是還蠻low的 這個心理學的學生說 那個哲學的學生談的那些問題 感覺上打高空 就是那些問題好像不太能夠 不太能夠研究 我不知道洪老師覺得怎麼樣 我那時候覺得說 是有一個嘗試 就是說嘗試怎麼樣把兩邊結合起來 那十幾年以後 我覺得這個狀況其實是有改善 好 那個是幾年以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是知覺 可以回想一下你一天的生活 比如說你早上起來 這個可能就是吃了早餐 本來肚子餓的 然後開始覺得 填飽肚子 心情愉快 喝杯咖啡 聞到咖啡的香味 感覺到哇 一個週末的早晨 天氣很晴朗 真好啊 這些呢都組成了你一天裡面的 知覺的這個經驗 所以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一連串的 看 聽 聞或是摸或是嘗 的這個知覺經驗所構成的 甚至就是說可能你來這邊之前 因為早早就要來到 所以可能來之前你要先去吃個飯 這個走過來的時候呢 也許昨天嗎 下雨 有點那個陰沉的感覺 或是今天天氣非常好 這個走到野人大道或是小野林 的那種看到那個晴朗天空 那樣的一個舒服的感覺 那或是如果你剛好經過我們心理系 這是我們心理系館 那要到這個思量館來 可以感覺到那個綠印 這個照在這個草地上面 那個樹木的那種風一吹 那個微風吹過的那種感覺 好舒服啊 這些都是我們一天的知覺的經驗 我們其實是何其有幸 就是我們有著各種各種 非常豐富的感官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那或者等會呢 你聽完演講以後 你可以到淡水去看落日 那為什麼要花這麼大力氣去看個落日呢 那種你讚嘆落日 覺得哇 真是美啊 那樣的一個美的感受呢 其實很難言傳 就只能意會難以言傳 但是你知道 你有這樣的一個知覺的經驗 或者是在冬天的時候 看到蕭瑟的這個樹林 那甚至是你去supermarket 去買東西 這個五顏六色 這個顏色繽紛的 讓你覺得每一樣都想要拿到 籃子裡面去的那種感覺 那或者是呢 你可能花了大筆的經費 到西班牙的巴塞隆納 到聖家堂 去看這個2026年即將要完工的 這樣的一個聖家堂的教堂 那甚至到裡面去看到那個 西班牙這個南美的這種 就是陽光 非常強烈的陽光 透過這個窗玻璃的時候 在不同的地方 照出不同的顏色來 除了驚嘆還是驚嘆 好美啊 這是我們的知覺經驗 我們的知覺經驗呢 其實呢 就是由這個各種不同的感官 那一般來講是五官 你聽 你聞 你看 你觸摸 或者是你嘗到東西 那這五種感官呢 其實是基本的感官 它在古經 古往經來 其實都一直有被拿出來討論 甚至呢 我們知道 在這個十七世紀的時候 像巴洛克時代呢 這個 對於這個五種感官 做了各種不同的這個創作 這個是楊布魯克跟魯文斯 他們聯手創作的 像這個例子呢 它是聽覺 就這裡面有各種不同的樂器 這個呢 可以看得出來 是各種不同的美食 它是味覺 這個呢 它有著各種儀器 這個是代表了視覺 這個部分呢 嗅覺 滿滿的花香 那觸覺 所以每一樣呢 它都是表達出來 我們有五種的感官 它外在的刺激 可以有這麼多不同的這個變化 但是我們怎麼產生這樣的知覺經驗 當我們讚嘆於這個知覺 實在是賦予我們的生命 很豐富很豐富的內容 那我們也想了解 怎麼會這樣呢 它怎麼產生的 一般我們知道 我們的外界刺激呢 就是輸入到我們的感覺系統嘛 比如剛剛看到的眼睛 就是你看到了 它輸入到眼睛 那你的耳朵就是你聽到了 鼻子聞到了 這個一般講 這個眼耳鼻舌聲 然後射聲香味處 那這些呢 都是我們的這個 外界刺激進來以後 所產生的 但是知覺比較獨特的 跟感覺系統 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相對於 用生物的語言去理解 各種感覺系統的 處理的過程 比如說呢 這個外界 比如說我們看到光 那光呢是電磁波 電磁波呢 進到我們眼睛來以後呢 經過眼睛的這個接收器 處理以後呢 到達這個世秋 再到達大腦 那這些感覺怎麼處理 其實目前了解的相當的多 但是知覺呢 除了這個以外 它還有更多的東西 它還有什麼呢 包括我們對近來的這些感官系統呢 我們會把它做組織 那我們會賦予它一些意義 會做脈絡化的 這樣的一個處理 那會把訊息做整合 這些呢 都是一些比較主動 需要去建構的 才會形成我們的知覺 所以它結合了我們觀察者的 感覺訊息 還有結合了過去的經驗 是這樣子一個過去經驗 主動的放在那個感覺訊息上面 所建構出來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知覺的產物呢 並不等同於感官所接收到的 這個物理的刺激 它比它多很多 好 上一次 這個是一個例子 這個是一個 MIT的教授 Odi Oliver 他做的 他做了很多 Computer Vision的東西 那這個部分呢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看得出來 就是說這個是怎麼樣的場景嗎 它是故意做成這樣 是萌萌的對不對 可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好像是有一輛車子 然後有一個人在走路 大概是這樣子的 那這要說明的是說 我們的知覺呢 其實有時候你一瞬間 看到的東西呢 你其實大概就賦予它 它是什麼的意義 那事實上呢 這個人跟這個車子呢 它做的方式呢 它是以一個 處理的方式叫blob 它只是一個blob 它這兩個東西呢 只是轉了90度 它是完全一樣的模糊一塊 所以它其實並沒有什麼太多的內容 不過對你來講 你看起來就是 就是人跟車子這樣子 這個是什麼的作用呢 就是我們知覺的作用 因為我們的物理刺激進來的時候呢 它其實並沒有足夠的訊息 但是你會主動的去建構 那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可能各位也常看到 這個是如果念起來 就是according to a research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it doesn't matter in what order the letters in a word are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first and last letter be at the right place 你可以看到它其他都 not at the right place 它其實都mess up了對不對 那the rest can be a total mess and you can still read it without problem this is because the human mind does not read every letter by itself but the word as a whole pretty amazing喔 是嗎 它所有中間mess up沒有關係 反正你的物理刺激進來以後呢 你還要做我們剛剛講 知覺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用你過去的經驗 把它組織整合脈絡化 變成你了解的這樣一個訊息 所以前面圖像的例子 跟現在這邊的例子 都告訴我們知覺是什麼 知覺就是如果你整個這樣看起來 多於那個物理的部分 那個是你知覺系統的作用 我以這個管理學大師 彼得杜拉克的這個一個故事 來說明 那這個是一個改寫版 對他的這個故事的改寫版 他說有兩位石匠 正在路邊賣地的工作 那一位路過的人問他們在做什麼 第一位石匠就回答說 我正在將石匠切成適當的這個 適合的形狀跟大小 那第二位石匠就回答說 我正在蓋一座大教堂 說這樣的例子是要說 前面那個把它切成適當的 形狀跟大小 其實比較像是我們感覺系統的作用 我們的電磁波進來 或是機械波和這個聲波進來 這個東西進來以後呢 其實是透過我們的感覺系統 在做各種不同裁切 篩選 但是呢 事實上我們的知覺呢 有一個正在蓋一座大教堂的願景跟目標 那所以我們的感覺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其實不同感官所對應的這個物理刺激 是五花八門 就好像不同的食材的原料 當在成為我們的這個感覺經驗的建築材料之前呢 都必須要經過一些基本的加工的 處理的程序 要把它處理成可以用的形式 我以這個網膜為例 就是我們的視覺呢 外面的光刺激進來以後 它必須要怎麼樣 先把電磁波轉成電能 轉成這個impulse 這個脈絡的這個電充 那我們可以由這裡呢 才有辦法由大腦來處理 這個是它一步一步 要做各種不同的這個轉化 那這一類型的基礎的這個感官的加工的歷程呢 我們叫做感覺 它是一種由最原始的材料 開始逐漸精裂 然後成型的這種由下往上 我們叫bottom up 這樣的一個例子 那所以一般口語上我們說 我看到了我聽到了我聞到了 就是代表不同的感官受氣 接受到物理刺激以後 那經過一連串神經活動以後說 產生的我們可以察覺到的 各種不同的感覺 這個是屬於感覺 我們英文叫sensation 那什麼是知覺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在另外一個層次上面 我們其實是有一個大教堂的目標跟遠景 就是剛剛的故事裡面的 就是我正在蓋一座大教堂 也就是說呢 最終我們所採集的這個感覺的素材 我們必須要服務一個意圖 或是目的 所以我們的感覺經驗呢 是讓我們可以為生 讓我們行動 也是維持這個意識 不可或缺的內涵 那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常常會 常常會觀察到就是說 這些目標跟願景 對我們感覺經驗 所產生的一種這個塑造的力量 就像剛剛那樣 模糊的東西 不管是場景 或是文字 你其實都可以看出 它的這個 整個這個樣貌出來 就心理學家而言 我們其實是比生理學家 更關注這個由上而下 就是top down的運作 所產生的效果 而且我們會 我們就把這樣子 就是介入這個高層認知活動 包括呢 我們對這個感覺訊息的 詮釋的這個過程呢 我們把它叫做知覺 這是我們知覺的 那由於我們詮釋 是有跟個人經驗跟意義 有關聯嘛 所以同樣的感覺經驗呢 就可能會導致不同的知覺 那因為上一次呢 有一位同學問了一個問題 因為每一場我都有聽到 就是說那個 問了一個問題說複製 如果是複製的動物 那兩隻複製的動物 他們有完全一樣的這個body 那他們會不會有相同的意識 那我想就那個問題的話 我就想跟各位做一個很簡單的demo 這是我覺得最好的一個demo 那假設各位在座的都是複製人 你們都有相同的這個感覺的系統 好 那我現在要請這個 在我左手邊這個 我們把它分組 左手邊這一組呢叫第一組 右手邊這一組叫第二組 我們現在請第二組的觀眾們 幫我把眼睛先閉起來 請先不要看 可以了嗎 先閉起眼睛 好 請第一組的觀眾呢 幫我看一下 好 那我們請第一組的呢 把眼睛閉起來 請第二組的把眼睛張開 好 請大家眼睛都張開 請問你們看到什麼 看到老鼠的請舉手 OK 這邊看到老鼠 看到老頭的請舉手 OK 那邊看到老頭 好 謝謝各位 就是這個呢是相同的物理刺激 好 這是完全一樣 你們各位剛剛那個很簡單的demo 大概就只有一秒鐘 不用一秒鐘 不到一分鐘 半分鐘的時間 的經驗 所以非常短期的經驗 剛剛第二組看到的是這個 是嗎 第一組看到的是這個 所以你前面看到的 雖然很短的時間 看到老鼠的這一組 後面報告就看到老鼠 看到老頭的這一組呢 在後面報告就是看到老頭 好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很簡單的demo 可是它告訴我們經驗 其實是很短的經驗 它也會讓你有不同的知覺經驗 好 就是你看到的知覺就會不同 所以即使是複製人 就我的答案就會是 應該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每天在這裡 你碰到的情況也不一樣 所以雙胞胎或什麼 他們的經驗也會不同 好 那除了短期的經驗呢 也有比較長期的經驗 那這是我們過去做的一個研究 那我覺得放在這個 context 底下 還蠻有意思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呢是一個 這個研究呢是 Peter Tse跟Patrick Carvano 在2000年的時候 他們有一篇文章 他們的這個title叫做 就是Chinese跟American 就是中國人跟美國人 他們當時是做中國留學生 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 所以當時他們問說 中國人跟美國人呢 他們是不是 在最基本的這個運動知覺 這個apparent motion 是一種運動知覺 就你看到東西在移動 像跑馬燈這樣子 在移動的 那他們最基本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就不一樣 他們的結論是 是 他們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這個文化的差異什麼 在最基礎的這個部分呢 就已經不同 好 那他們用的方式是什麼呢 等會請各位 這個來做一下 這樣的一個實驗 等會你會看到一個字 這個字呢是血 下血的血 請你把那個 就是注意看一下 這個下血的血 這個字喔 它的最下面那一痕 它是從左寫到右 還是從右寫到左 好 那我們試試看 請問看到從左寫到右的 幫我舉個手 OK 好 謝謝 大部分都 那有沒有人看從右看到寫到 喔 有有喔 從右到左 好 那它當時就說 當時它做的就是大部分的中國人 都是從左到右 好 從左看到右這樣子 好 但是呢 這個美國人 都是從右到左 就是各位剛剛舉手的 我不太確定是什麼原因 不過它的確它的答 它的結文當然不是百分之百 不過就是majority 就是美國人是從右到左 各位再看一次 你們覺得它是從左到右 還是從右到左 好 不是要考你是哪一國人啦 對 就是這樣子一個例子 後來我們發覺就是說 其實呢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 這個是一個楷書 我們可以把楷書呢 改成是方的 就是沒有這種運筆的感覺 好 那所以有兩種不同的字體 那另外呢 這個速度其實是慢的 就像我們寫字的速度 好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比較快的 所以有慢跟快 又有兩種 另外還有這個是按照順序寫出來的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不是按照順序的 所以又有兩種 所以二乘二乘二 總共有八種情況 所以我們把這八種情況都拿去 給這個我們在台灣的受試者做做看 那現在請各位幫我看一下 這是其中一種八分之一 我們看一下另外一種 好嗎 那請也一樣幫我判斷 最後一橫是從左到右 還是從右到左 各位你看到從右到左的 幫我舉個手 好 謝謝 大部分都從左到右的嗎 有一位 好 謝謝 好 這樣子可以知道意思嗎 就是如果剛剛這個地方你看到的是從右到左的話 表示就是它的這個意涵的話 你可能就是我們前面這個左邊 左邊到右邊 這邊可以右邊到左邊 我們八分之七都是從右到左 只有這個情況是從左到右 剛好是它側的這種情況 所以剛好它側的這個狀況造成了這個美國人跟中國人的差異 我們在台灣做的 所以我們後來也發表了用同樣的題目 就是Revisited這樣子 那這個呢 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個是我們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 其實受到長期經驗的影響 會使得我們在這一個八分之七的 八分之一的這個例子裡面 看起來它的那個筆劃是跟 就是美國人是不一樣的 而這種呢 才是一般運動知覺有的這個現象 各位這這樣的情況呢 它其實是藉由一種叫射線錯覺 射線錯覺指的是說 你可以看到這裡如果有個東西 你就會看起來從右射到左對不對 應該有吧 事實上呢 它就是全部從頭到尾都是一起出來的 就剛剛你看到的所有你覺得有筆順的 有左到右到左全部都是你的知覺 我通常就不喜歡講錯覺 因為事實上 錯覺就是我們知覺的一部分 對 它只是剛好跟物理刺激不一樣 那有些東西你不容易察覺到 有些東西你容易察覺到 它就是我們建構出來的 好 所以呢我們知覺有一些通則 包括就是它有對比的性質 這個對比性質其實大家很容易理解啦 比如說John Locke很早的時候 就是說你現在你感覺到那個水溫的冷熱 是因為你前面的水 如果前面水很冷 你現在就覺得這個比較熱 前面水很熱你就現在覺得比較冷 你們去散溫暖要跳到那個冰水池 通常也有這種感覺嘛 所以它是一個很強烈的一個對比 這是我們的知覺系統裡面很清楚的一個例子 所以那個Volnt呢 Volnt是我們心理學界 就是早期在這個19世紀末的時候 在德國建立第一座的第一個的這個心理學的實驗室 他當時就說對比呢 其實就是基本的這個視覺的這個原則 那另外等會我們會看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意外的發現 那這也是一個對比 我覺得啦 目前還沒有很好的解釋 不過也可能是一個對比的原則出來的這個效果 那另外我們有知覺的橫常性 有各種不同的橫常性 還有知覺的組織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Flesh Face Illusion 這個呢是這樣子 就請各位呢 對不起 這邊我需要播一下 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各位可以看得出來這兩個巨男美女嘛 那把你的眼睛 就是放在這個中間十字的地方 他都沒有改變任何東西喔 還是剛剛這些臉 都是 就是右邊是Tom Cruise 好 好 請你繼續 就盯著中央看喔 大家不曉得盯著中央看嗎 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速度不曉得為什麼比我 平常的速度慢很多 他速度很慢的時候 那個對比的效果比較看不出來 好 這不是很好的效果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那個被扭曲的臉嗎 可以齁 他其實很快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他是 蠻 不過在這裡的 大家可以再去網路上看一下齁 就是他這個速度快的時候 那個對比的效果非常的明顯 這樣子 好 那另外就有知覺的橫長性 比如說 各位看到我在這裡 然後離你們其實很遠 那我站在離你近一點的時候 其實我的這個大小 就是人的這個大小 在你網膜上應該是變得比較大 可是你還是會看成是一樣的 這是大小的橫長性 那當然也有形狀的橫長性 就是他形狀 即使在網膜上 印照出來的形狀是不一樣 你還是會看起來是一樣 還有色彩的橫長性 即使在不同的燈光底下 你還是會覺得那個物體 那個蘋果還是紅的 香蕉還是黃的 這樣子 就我們的視覺系統呢 不太管那個 有的時候啦 就是不是完全不 但是呢 那個感覺系統進來的時候 譬如說 如果它是黃色的燈光底下 的這個 一個白的東西 跟這個 藍色燈光底下 一個白的東西 應該是 傾向於前者是黃色 後者是藍色嘛 所以它進到你眼睛裡面的這個 光譜就已經不一樣了 但是你不會覺得這個樣子 你還是覺得那就是一個白的東西 我們的視覺系統 傾向於把 外界的東西視為是 有它固有的本質 所以它不受到距離的遠近 不受到這個 譬如說改變的這個視角 不受到光線的這個色 就是它的光譜 不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 它都還是會維持 那樣的一個橫長性 那另外呢 也有這個知覺的組織 我們會傾向於像剛剛看到那個 那個文字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在 Cambridge University 這類型的文字呢 它就是在做組織 那個是英文的 我們看一下中文的 這是我早期做的一個研究 那我們當時呢 就是去讓這個 我們其實從小到大的 這個人都有做過 就是我們就分類出來 就是中文字呢 大概可以分成五類的字 就是水平的 兩邊的這樣排列 或上下的 或是這個走字步的 或是這個批字步的 或者是這個整個環繞的 那這樣的一個五種的這個 字型的結構呢 其實是在大學生 到大學生以後的 其實都蠻容易看出這樣子 那當時有跟資訊的人 一起合作 比如說當時想要做這個自動辨識 就發覺機器不是這樣看 你會看成這樣子是 橫的直的走字步的批字步 都是你的知覺 所以我們那時候呢 也剛好因緣機會 有一個機會 我們也測了這個美國人 美國人呢 他是這個看完這些字以後呢 他是被不預期的要求寫下 剛剛他看到的字是什麼 那這是美國人的知覺 美國人對中文字的知覺 所以譬如說這個印呢 他可能就覺得是E跟P 所以他把它變成一個 語意上他可以理解的東西 KOH就不知道是什麼 09啊或是什麼 對 那另外一個呢 是他這個 這個是 他覺得他印象最深刻 就是這一些三角的東西 那我當時呢 在做這個時候 也是非常意外的發現 因為那時候 也給幼稚園的小朋友 做這個字體的分類 當時他們就說 這個字跟這個字 對不起 跳太快了 好 他們就說呢 這個字 這個字跟這個字呢 都很像 因為他們都有一個三角形 那我是因為他們指出所有三角形 才去看說 原來我們用細明體 我沒有注意到用細明體 細明體原來有那個三角 在右上角 這樣子 這個非常有意思喔 就是我們不會看到那些細節 但是小朋友會 這幼稚園的小朋友 還有呢 不懂中文字的外國人也會 那另外呢 他們會覺得中文字 是長得像這樣子 就是畫起來像人啦 像房子 所以他們真的覺得 中文字好像是圖像一樣 那他們的圖像裡面 還包括了 比如說這個可能有一個 像公車廷的裡面 有個人在裡面 對 他畫得還蠻像的 這個可能是宇宙的咒 或是這個什麼照啊 或是好 我不曉得什麼字 但是他就是把它變成圖像畫 那最有趣的是說呢 他看到比如說像這個東西 他畫了一個方方 然後旁邊註解 這個註解上面寫 Stuff inside 他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但是something in there 就是stuff inside 這樣子喔 對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他們 表現出他們的知覺 這個跟你的知覺一定是不一樣的 當你把它視為字的時候 你理解它的字意 你早就抽取出了 除了這個三角形以外的 其他更高階的東西 知覺呢 還有考慮很多的脈絡效果 這個脈絡效應非常的重要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人跟車子 其實很模糊 可是為什麼你會知道是人跟車子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那個街道的脈絡 如果它擺在廚房裡面 你可能就會覺得它可能是鍋子 或是其他的東西 所以我們有這個脈絡效應 就是要建立一個相對 而不是絕對的這個一個方式來運作 所以當環境都在改變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刺激都會跟著變 你光線會改變 或是這個物體本身在移動 那具有這個脈絡的效應呢 可以讓我們對特定物體的知覺 有個恆常性 不會因為那個環境的變動 而有所不同 所以它是一個協助的功用 比如說呢 這個兩罐可樂罐 它其實呢 在我們上面看起來應該是一大一小 很不一樣 可是因為有這個瓷磚 在這邊鋪了一個脈絡 你知道呢 它是光看這個瓷磚的大小 就知道它這個是比較近的 這是比較遠的 如果拿掉瓷磚的話 你會覺得這兩個大小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瓷磚就提供給你的這個脈絡 我們非常仰賴這個脈絡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那這個呢 是你可以操弄那樣的一個脈絡效果 這個人你覺得沒有問題 可是把這一片的人 把它剪下來放到這個地方來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其實是很奇怪的 那個大小其實差很多 事實上你在你的網膜上面 的確它也差很多 可是為什麼你不會覺得它的大小差那麼多 因為你把這個深 就是遠近的距離 把它考慮進去了 所以這個脈絡提供給你了一個 那個環境的變動來自於脈絡 就是那個我要維持 這個人其實大小是一致的 這樣一個效果 這個是我們知覺系統裡面非常有趣的 非常好的一個效果 那剛剛不小心先跑到這邊來 因為我跟那個謝鋒舟老師 我們在2007年的時候 好快啊 又十年了 就是在2007年的時候呢 我們合辦了一個 杜鵑花節的這個錯覺展 那這個錯覺展呢 當時呢有十項的這個展品 當時就是利用很多知覺的原則 這個是一個那個 這個叫做M's Room 那當時做的方式呢就是 譬如說這個人呢站在這裡 他就會看起來比他大很多 那如果他站在這裡呢就看起來比他小 這個東西呢我們沒有用 這個傳統的這種一個盔孔 小盔孔 如果從那邊看的話效果更強 當時我們做的時候那個 蓋的那個工人 我們大概花了六個月的時間 那把這些東西蓋起來 那蓋的工人就說 他們還沒做完 就已經覺得很有錯覺了 就是你走來走去 就已經覺得人的那個大小 已經換來換去了 對 這是非常好玩的一次的這個錯覺展 那當時也做了一個傾斜屋 就是你進到裡面以後呢 你就覺得 其實是會感覺到傾斜的 好 那我們那個 大概是一個月的展期 那最後閉幕的時候 那非常感謝這個在場的 其實所有的人 這些人裡面現在大部分都已經畢業了 那也拿到博士學位的 拿到碩士學位的工作的 那是一次蠻好的一個經驗 那我們在這個一個月的當中呢 大概這個是總人數 那大概每天平均有大概五百人次來參觀 我當時是覺得說做知覺的人 當時有很多就是 從北中南各地 他們就是小學生跟中學生跟大學生 就組了團過來這邊參觀 那我們就有很多人在做導覽的工作 也讓研究生學著做研究 從這裡面收取到這個各種不同的資料 其實很有意思 那也因為這樣子 後來就開啟了之後 之後我其實在跟不同領域的人合作的一個契機 那當時我們是用 我覺得人生的事情其實很有意思 當時我們是用大概十位 我們自己研究室的人力 另外我開了一門課 我跟陳建宗老師 我們開了一門課就是教大家實作 教大家理論 以便他們可以去導覽這樣子 那這個整個過程真的學習非常多 那後來有人就說 因為我們在週末的時候都還要來 我一個朋友帶他小孩一起來就說 我不知道大學教授還需要週末 在這個錯覺展裡面 要帶這些導覽 可是很好玩 然後也覺得說 有些事情 其實如果你當時一股傻勁就是去做它 那有很多東西其實是你沒有預料到的 就是十年之後 回過來再看這件事情 還是覺得還蠻感激的 就有時候也許不要先想說 他到底對我有什麼好處 因為的確是人養麻煩 所以我一個學生說 老師你每年都做不同的事情 錯覺展弄完了以後 他就問我說 那你明年你要做什麼 你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對 我們今年就是希望能夠照顧老人家 我們要讓機器人可以怎麼樣服務老人家 我們可以做什麼 對 我們有很多這個新的這個東西可以做 那這是知覺好玩的地方 在大自然裡面也有很多錯覺展 這個是我自己拍的一張照片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照片我自己拍的 那這裡面就是說這個 各位看得到嗎 對 這竹節蟲 所以大自然裡面有很多這樣擰胎的系統 那我們一個合理的假設當然是說 對他的天敵或是對他的這個獵物來講的話 他應該要有類似的這樣的一個系統 他這樣做才有用 就是任何這個擬態才會有用 那知覺呢除了有剛剛那個現象以外 它還會影響到我們的判斷跟行為 這是一篇science的paper 因為很有趣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知覺一般認為就是 比如說溫度好了 就是我們摸到東西的溫度 結果這個研究呢 在第一個實驗當中呢 他讓這個受試者呢 不經意地碰到熱咖啡或是冰咖啡 之後呢就要判斷 他對陌生人的個性 就是你會判斷他怎麼樣 結果他如果之前來做實驗之前呢 就遞給他一杯熱咖啡 他就會覺得這個陌生人的臉孔 看起來比較友善啊 比較溫暖啊 比較照顧人比較大方 同樣的臉孔喔 如果是先遞給他一杯冰咖啡 他就不是這樣子一個溫暖的描述 那所以這個溫度這件事情 它不是只是知覺而已 他們在第二個實驗裡面呢 就讓受試者拿著這個冷電或是熱電 然後呢拿著這個冷電的人 或是拿著熱電的人呢 之後發現他們的差異是說 拿著熱電的受試者 會更傾向於買禮物給朋友 就是有利他行為啦 他不會只是買給自己 他會寧可買給他的朋友這樣子 所以這個冷熱的這個溫度的這個感覺 會影響到可能是你對陌生人的這個 他的性格的判斷 以及呢你的利他的行為 好 那些是現象 我們知道它可能有這麼多種不同的通則 它可能影響到不只是我們的知覺的經驗 還有呢我們還想知道 那我們到底怎麼樣去感知到外界 其實我們現在科技跟儀器 已經進步了很多了 我們有各種非常fancy的儀器 EG啦 FMI啦 就是我們自己做的一個就是字意的 語意的東西 就是說你即使沒有看到那個字 或是沒有辦法辨識那個字呢 你在你的大腦裡面的這個網路系統 語意的網路系統 你也是一樣可以看出它有這個激發 所以我們知道說所有的東西呢 它透過我們的感官進來以後呢 都經過腦部的處理 會產生我們現在知道的 這樣的一個知覺的這個經驗 好 那又來了 Francis Crick 我想在這個講座裡面呢 大家聽到它的名字 已經聽過非常多次 從第一講這個黃文春老師 到這個洪玉洪老師 都一直有提到這一位 他是這個跟Watson 一起拿到這個諾伯爾聲音獎 因為當時是雙螺旋獎的這個發明 發現了 那他當時呢 在1994年呢 他出了這本書 叫Astonish Hypothesis 中文有翻譯 叫精液的假說 那這個當時叫精液 他就是非常astonishing 好像說我們的心靈跟意識呢 純粹是神經細胞 跟一些化學分子的總體表現 就是大腦啦 那個我們的意識啊 什麼都在大腦裡面 他特別花了很多的時間呢 在講這個視覺的部分 那我在1984年的時候呢 就做研究 開始做對這個意識感興趣 到1985 86 開始在做注意力 那時候在做注意力的時候呢 就剛好有一個機緣 一位老師呢 給我看這個Francis Crick的 1984年的一篇文章 對我影響非常大 就是他當時在講 就是說我們的注意力的系統 在那個Reticular Formation 那個地方 Pauvin的那個區域呢 其實是跟注意力是有關係 它就像探照燈一樣這樣子 所以我把他的東西 也放在我當時的這個 碩士論文裡面 他是一個非常傳奇性的人物 他的書裡面告訴大家就是說 他其實不太看 除了期刊論文以外的任何東西 因為他說那個會讓他分心 結果有一本書叫 《尋找腦中幻影》嘛 那一位作者是Ramashandrum 他也是我們這個領域裡面 還滿奇才的 那他就說 有一次Crick就跟他講說 他需要 比如說需要找人來做一些 比如說編譯或什麼的事情 他就說那你去找誰誰誰誰 他說我不認得這些人 我從來都不認得這些人 因為我只看期刊論文 他Ramashandrum 他說真的嗎 Seriously 你真的只看期刊論文 他的確就是 就是對自己的心智有關的 就是那個成長有關的部分 我們做視覺的人有個笑話 就是說這個 如果 因為像我以前在色彩的這個實驗室裡面 就是我們就有一些人是 其實沒有色彩視覺 或是色盲 然後才有就是對這個感興趣嘛 所以我們就說 沒有什麼的就會去研究什麼這樣子 當時大家就開玩笑說 Oh for this week 研究意識 純粹玩笑 好 好 那我們的那個知覺意識呢 是來自於這個腦 那這個腦 怎麼會 有哪一些證據可以知道 它是來自於腦呢 其實有蠻多的證據 不過這個 很難在很短的時間裡面講清楚 不過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譬如說 你如果吃這個 藥 譬如說 治療這個憂鬱症啊 精神急患啊 這些藥 經常都會有一些讓你思想 可能比較怎麼樣的一些 副作用嘛 那我們都知道藥物 會有一些影響 或是Ketamine啊 LSD 或甚至酒精 不要到藥 酒精 這個我們說酒後怎麼樣 你就會有這種不同的這個 對知覺的這個影響 這是很清楚知道 還是作用在腦 那另外有一些呢 是腦刺激 就是你用電極呢 刺激腦 早期都是用 實驗室的動物在做 那現在呢 也有一些是因為醫療用的 方式 有這種比較深入的這樣的一個 腦部的刺激 比如癲癌的病患啦 或者是其他巴金森症 那這個是有腦刺激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就是 這個腦噪癮 腦噪癮現在 我們台大已經有這個 就是專門為研究用的 除了醫院以外 這邊校本部也有在永齡 有這種腦噪癮的這個儀器 那另外還有一些就是 我們叫做 臨床神經心理學方面 就是腦損傷的病人 包括他可能沒有辦法辨識臉孔 那你就知道他哪一個區域壞掉了 以至於他沒有辦法辨識臉孔 那去推論就是說 哪一個區域是負責 怎麼樣的一個特性 那也有這種 就是損傷以後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毒 就是施毒症 或者是說呢 他就是左邊偏 就是沒有辦法注意到左邊的部分 叫忽略症 等等等等 這有非常多的這樣的一個 腦損傷的例子 那腦損傷的例子 就讓我們可以 把它跟行為上面的缺陷 拿來做一個對比 去瞭解是哪一個腦部哪一個部分 在處理我們行為上 或是我們在知覺上面的哪一些層面 那在這個腦刺激方面呢 Hubo跟Viso 他們是在1981年獲得諾貝爾聲音獎 這些人都不在了 那他們應該是啦 我記印象當中 87、89歲的左右 那他們當時在Harvard Medical School 這個是他們得到諾貝爾獎的時候 開香檳慶祝 這樣子 那他們的那個研究也非常有意思 那他們做出來的結果 主要是在我們的大腦皮質在整頁這個地方 整頁就是枕頭這個店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地方是叫做V1 是處理視覺的第一站 叫初級視覺皮質區 他們把這個地方呢 以動物做實驗 能夠把它找出來說 它可以針對各種不同的方向 排列整齊 比如說從左斜一直到右斜 排列整齊 然後這個呢就是一個單元 左眼右眼左眼右眼然後排列整齊 這是一個單元 那我們大腦有很多很多的這樣的一個 基本單元所組成的這樣子 所以它的東西是非常 他們兩位是非常革命性的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領域當中 可以知道用電磁機 可以了解到我們腦部怎麼在處理 外界這個基本的方向 那他們的研究也在歷史上 有很有趣的這種譯文 就是說他們當時為什麼會發現這個 因為早期呢 本來是在網膜上面看到的它的 你讓這個動物做電磁機的時候 這個電極放到大腦裡面 這動物的眼睛在看外界的景象 當初在網膜 視網膜的地方都是圓的 所以他們也一直用圓的東西在找 有一次呢剛好那個刺激 他們那個那個什麼換燈片 這樣下來的時候 因為圓的一直都感覺上 那個動物不太有什麼反應 後來那個slide有一個邊緣 是直的就是一條線段這樣子 下來的時候那個細胞的反應 那個impulse 非常非常高 他們就想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就開始把圓換成是線段 那這個就跟那個蘋果從樹上掉下來 要牛頓的那樣的一個redness 就是準備好了 那才有可能去看到那個 背後所潛藏的這個 其實是有趣的這個秩序啦 宇宙的這個秩序 那這個是在大腦裡面的 視覺皮質的秩序 好 那從這個之後呢 其實是就做了非常多類似的 就是以動物的電刺機呢 那另外再加上腦傷的病人 去重複的這個驗證 那還有當然腦噪影 現在目前腦噪影的這樣的一個技術 就可以知道說大腦其實有很多 功能的這個分區的處理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呢 叫做海馬旁回場域區 這個叫PPA 那這個地方呢 它主要是如果你看到什麼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思量管的這個管 那這個地方是主要負責 這樣子一個場景的 那另外有負責臉的這個部分 臉部的辨識 在FFA這個地方 那也有負責身體的部分 就是臉部以下的這個身體的部分 那也有在負責運動 就是剛剛你們看到那個血那個字 會從左畫到右或右畫到左 這樣一個部分呢 是在這個地方 叫MT這個地方處理 如果是一個3D的訊息的話 那就是你 比如說你看到你模擬開車的方式 這一個大的螢幕 它看起來好像你往前開了 這是一個在距離上面的這種3D的運動感 這個是在MST 那另外還有這個區域呢 主要是負責 我們在看到人在講話的時候 她的嘴巴 她的嘴型跟她的聽到她的嘴的這個 講話的這個聲音 兩個配合的這個部分 甚至你一張臉不僅是分區 你一張臉它的不同層面也有分區 就是說 譬如說人臉的辨識是在FFA 剛剛我們講過了 那對於情緒呢 是在性人和這個地方 那在那個剛剛講 嘴巴跟形狀的這個整合 還有她眼睛到底看哪裡 現在她是眼睛看著你 她也可能看到右邊看到左邊 這個地方呢也都在STS這個地方 那對於她的吸引力 就是她對你有沒有吸引力 又在另外一個地方 這樣 所以這個功能的分區呢 就分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好 那除了有功能的分區之外呢 在過去的研究當中呢 也發現就是有一個雙重的路徑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背側的路徑 也有一個覆側的路徑 這個背側的路徑呢 是在處理東西在哪裡 是Where 覆側的路徑呢 是在處理東西是什麼 這是What 當時是怎麼做呢 這個是 這個Wungleider跟Michigan Wungleider是一個非常 就是資深的這個 他們兩位研究者 他們在早在1982年 他們就做了就是說 在這個猴子 如果呢他們這個背側的這個地方 如果毀損了的話 那麼他要做的東西是 這裡面呢 兩邊呢 其中有一邊是有食物 食物會藏 對不起 食物呢會藏在 食物會藏在這個比較靠近 就是這東西比較靠近的地方 當然東西 這一根 這一根這個圓柱子呢 它可能會靠近右邊 或靠近左邊 在這個情況底下呢 它必須要辨識它比較靠近右邊 所以它打開來才有食物 它如果打開這邊就沒有食物 本來它可以做這件事情 可是呢 如果它的覆側路徑損傷了以後 它就沒有辦法做這件事 那另外呢 另外一隻猴子呢 如果它是這個覆側的路徑損傷了以後 它必須要在這個方塊這個地方呢 它才找得到食物 就是它沒有辦法做這件事 因此呢 從這樣可以看出來 就是我們有一個是Where的Pathway 一個是What的Pathway 分別處理它的位置 以及呢 它的內容 就是它的這個形狀 那這個後來呢 在人的部分呢 就由這一位 這一位呢 是這個 這個 這個 Gudel Mill Goodel 他在加拿大 那他呢 在這個領域當中 他就做了很多人的這個實驗 那我們當時呢 請他來 我們辦了一個Workshop 那請他來 你看這個當時的Workshop 這也十幾年前 我們叫Action Perception And Consciousness 就是真的對Consciousness 情有獨鍾啦 從很早以前 都把這個字掛在上面 那這些 我現在這些人 就是現在都是在大學裡面教書 那很敢 就是 就是鄭老師 鄭老師不在了 那當時就是很多人在 在共同把這個Workshop辦起來 那 那個 Mill Goodel呢 就帶來了他做的這個 這個 研究的 很重要的訊息 後來這個東西一直在 學界裡面 其實是 就是被討論很多 也是教科書上面的 必然會談的部分 他有一位 這個 腦傷的病人 這位病人呢 非常年輕 他在三十幾歲的時候 現在沒有啦 他已經做了十幾二十年了 那他在三十幾歲的時候呢 這個DF 在這個 有一次的 這個情況當中 就一氧化碳中毒 後來就腦傷 腦傷以後呢 他就 產生一些奇怪的 就是 就是 有一些在知覺上面的 這個問題 那 Mill跟我們講 就是說他當時 譬如說大家 他這個病人就會 到他這邊去 要做實驗嘛 那他們就一起 比如說在加拿大這個 要去Picnic 那因為是雪地 拿著籃子要去Picnic 大家一起過去 那他知道就是說 他其實不太能夠辨識形狀 可是呢 他走那個石頭路 就旁邊是冰啊 他走那個都沒有問題 所以他就開始覺得說 這件事情很奇怪 就是 他沒有 他如果沒有辦法辨識形狀 為什麼他可以 看得出來那個路徑 哪一些是可以走的路 哪一些是 旁邊不要走的路 這樣子 那什麼叫他形狀受損呢 譬如說 這個是一個 就是Model 就是給他看 就是給他 卡片給他看 請他Copy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DF Copy的結果 可見他不太知道 那個形狀是什麼 那你說會不會是他畫畫能力不好 怎麼知道他畫畫能力好不好呢 他其實跟他講說 你不要看著這個 請你畫那個蘋果 請你畫書 畫畫能力怎麼樣 大家自己判斷啦 不過他大概知道那個蘋果跟書的樣子 可是當你要他看著這個Model 來Copy的時候 他其實是不行的 所以他是一個形狀受損 這個叫做Visual Form Agnosia 這個形狀受損 這個形狀知覺缺損的這樣一個例子 很有趣的是說呢 請他來做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讓他拿這個石塊 那你知道拿這個石塊的形狀不太一樣 你如果這樣拿就是不太穩 要這樣拿就是那個軸要對 才是穩的 結果你看DF 他可以拿的跟正常人 這個控制是正常人 可以拿的差不多都是在那個軸的地方 這樣子 也就是說呢 他的形狀知覺是受損的 他的複側路徑 後來有照他的這個大腦的這個影像 知道他的複側路徑受損 但是呢 他形狀知覺受損並不影響他 要去看一個東西 以至於他可以 我們叫Visually Guided Action 就是說 從視覺要引導你的動作 因為你要看著他 然後做出這個動作來 那他是可以做的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看起來他就有一個分離的現象 在臨床神經心理學 在神經心理學方面 如果你有這個分離的現象 你就要去找到另外一組人 剛好顛倒 你才能夠確認 真的就是複側是處理這個What 然後那個背側是處理怎麼樣做行動 結果真的有找到 這個有另外一位受試者呢 叫RV 他的這個問題呢是Optic Actaxia 這個問題是這樣 就是他要做任何這個 視覺引導的動作的時候會有問題 他要去拿那個東西的時候 伸手取物的時候 他動作的精確度會下降 他動作的速度會變慢 然後我們平常要拿一個東西 我知道他在哪裡 我要這樣拿的時候 我有一些前置準備的動作 他在前置準備的動作的構型也不足 所以他有這個 他不是整體的這個空間知覺不行 不是 他是對於看著視覺 用視覺去引導他的行動的時候 這種動作他不行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是要他把手插進這個性插 那他照理來講 應該是要再傾斜一點才插得進去嘛 但是他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反之呢剛剛那個DF 他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是你要他畫出那個性差的那個邪度 他畫不出來 所以這個很有趣 就是他必須要仰賴視覺才能動作 但是他這個動作不受到他那個視覺 他對於那個Vision for Perception 或是Vision for這個 你有一個好像語意的這個內容 是有問題的 可是在那個DF的狀況 但是他對動作是沒問題 反而是這一位他對動作有問題 可是他的視覺呢 我們看他視覺怎麼樣 這個是他的Copy 還OK耶 是嗎 他看得出來 雖然可能畫得不完全很像 對不對 但是還OK 他的形狀是可以的 只是他拿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看他的位置 所以的確找到兩組 剛好是相反 這叫做雙重分離的例子 那用這樣雙重分離的例子 就建立了就是說 我們的副側路徑是處理What 而背側路徑是處理惠爾 那都是病人的例子 所以有些人會認為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正常人也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的確是 就是這個 這個叫Ebinghaus Illusion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橘色的這個圓圈圈 會覺得右邊的圓圈比較大 那當然就是因為它這個脈絡的關係 事實上它是一樣大的這樣子 那這個 這樣的一個例子裡面 我們的知覺 會受到這個脈絡的影響 這是在副側路徑 就是What Pathway 但是呢你如果有 現在都有用一些儀器來測它手張開的程度 就是讓它去把手張開來去抓取那個中間的這一塊的話 去記錄它手張開的這個程度呢 這兩個並沒有什麼差異 所以它看的跟它做的可以是分離的 是 所以一般人也有這樣一個 兩個路徑分離的這樣的效果 像類似這樣的結果呢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驚訝對不對 就是說 一方面是說 能做到這樣 其實蠻有說服力的 那另外一方面是說 你真的不曉得你大腦在做什麼 原來 一進來 訊息一進來以後呢 你看到這個人 就開始有各種不同的區域在分別處理 你對這個人的感覺 對不對 他吸引你還不吸引你 他是男的還是你的 他是誰 他是你的老師還是你的學生 那另外呢 他還是在覆測路徑處理 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他握個手 那還在另外一個路徑處理 這個分流 這個分工 就是Division of Labor 分工的非常的厲害 好 好 那這種情況呢 在過去 其實 有一位 叫做James Gibson 他是做生態 就是視覺的這個 生態的研究取向 那他也 他其實是一個藝術 就是他在這個領域當中 他講的話跟其他所有人都不太一樣 但是很有影響力 就是越來越有影響力 他在講了一個東西就是說 其實我們視覺 要提供一個東西 一個叫做Affordance 他這個是他的 他用的用詞 Afford 是Affordable 那個意思嘛 那這個Affordance 意思就是說 它能夠讓我們做什麼用 比如說一張椅子 它就是你看了你就知道你要坐上去的 這個就是視覺的這個刺激呢 本身就給你一個直覺的 直接的一個直覺的感受 如果你一個東西設計的不好 像這樣子 他的Affordance就不好 這個Affordance不好的意思是說 你不會想要坐上去 所以比如說你設計一個燈具不太像燈 你設計一個椅子不太像椅子 這個就違反了我們在視覺裡面 其實有一條路徑 其實就是要去做的 就是要去Act upon 就是那個Object不是為你 就是它有一個部分是讓你認識它是什麼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要讓你去做動作 所以你要提供足夠的 或是充分的這種能工性 就是物之所用為何的這種視覺刺激 視覺的這個特徵 這兩個路徑呢 跟早期我們的這個 就是在視覺的研究裡面呢 有發現各種不同的這個現象 後來這個Norman在2002年呢 他就做了一個整理 就是說譬如說這個覆測路徑 我們知道是做知覺辨識 然後背側呢是視覺引導動作 剛剛已經知道了 那他們的空間解析度也不一樣 因為你要辨識物體嘛 所以空間解析度呢 在覆測這個路徑是比較高的 那背側路徑呢 他跟動作是有關 那你也常常就是需要有這個 去瞭解那個知覺上 他的那個運動的這個訊息 所以這個是時間解析度是比較高的 還有呢他的這個覆測路徑 可能跟長期記憶比較有關係 背側路徑是跟這個短期記憶 速度上也是一慢一快 另外一個是跟意識的關聯 覆測路徑呢跟意識比較有關 這個高跟低不是說有或是無 早期那個Gudeau他們是想要說 這個背側路徑比較是無意識處理 可是後來發現不完全是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講的意思就是說 他比較多數的 就你做那個視覺引導動作 譬如說這個麥克風 我們麥克風在這裡的時候呢 一般的情況你會這樣子拿 你看到這樣你會這樣拿 你不會這樣拿 就是這個本身視覺引導的動作 以及他所提供給你物之所用的這種能工性 他本身就是一個基本上不太需要意識 你根本沒有去想 你就這樣抓 一個茶杯的這個把手在這裡 你不會這樣拿 所以你其實不太有意識到你在做什麼動作 但是那個視覺的能工性 就提供給你你的手把 你的手要放在什麼位子 那他不太需要意識的介入 那當然這個還有譬如說 這個背側路徑呢 剛剛講不太需要意識的介入 但是他是以觀察者為中心 如果你是看那個物體的話 通常是以物件為中心 那他的視覺訊息呢 在物體而言的話 因為我們視覺的中央 小窩這個地方 他比較辨識力 他的解析度比較高 所以通常眼睛會動來動去 就是以這個視網膜中央為主 但是那個背側路徑是整個都有 那另外就是單眼的訊息的話 背側路徑會比較大 單眼訊息因為比較專門 我們就不特別講 好 那過去呢 就有做了很多就是說 這個我們的意識之覺呢 是不是來自於這個大腦的 這個細胞的一些例子 我就舉了幾個比較經典的例子 跟各位分享 好 那這個例子呢 是在1997年 塞登伯爾跟洛伯特斯 好 他做的一個非常經典 我們 這個 有一本書 他們選了這個兩三百篇文章 就是說請所有的這個 這個領域的人 這本書叫Visual Perception 那就是說 請這個領域的人呢 都圈選 就是大家最後集中了兩三百篇 覺得一定要叫學生念的文章 裡面又選出了這個25篇這樣子 這是其中一篇 所以它非常重要 那這個呢 因為它還漫畫時代之前 就是它做的方式是這樣 就是左眼讓你看這個太陽花的這個例子 那右眼呢是看到蝴蝶 如果你左右眼看到不同的東西的話呢 你不會兩個疊在一起 你會一下子看到這個 一下子看到這個 這個叫做雙眼競爭 然後一次只看到一個圖像這樣子 這是它細胞的記錄 那它是發現就是說呢 當這個 它先找到就是說 有一種細胞呢 會對這個圖形反應 有一種細胞呢 會對這個圖形反應 那照理來講 你兩隻眼睛這個來看 分別都有訊息進來 所以照理來講 這兩種細胞都會有反應 但是不是 它叫猴子 這個是一個猴子的實驗 就是它的受試者是猴子 它讓猴子呢在看到這個 如果它看到 因為兩個在競爭嘛 所以它的主觀的意識之覺 不是看到花 就是看到蝴蝶 就這樣子來來回回交替的 那猴子被訓練成 如果它看到花的時候 它就按另一個鍵 看到蝴蝶就按另外一個鍵 所以你知道猴子的主觀之覺是什麼 然後再去配它當時的這個細胞的反應 後來發現就是說 這細胞呢 如果在當時猴子看到的是蝴蝶 它就會對蝴蝶反應的這個細胞呢 就會反應 就會有反應 但是對這個Sunflower 反應的細胞就不會有反應 所以物理刺激都有進來 只是那個細胞反應的這個情況 會是它的主觀意識而有不同 好 所以這個意識之覺是對應於這個細胞的這個活動 這個Nicholas Logophetis 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在 他後來做了FMI 那也做得非常好 一個學生之前去他的實驗室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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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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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一次的情況當中覺得說 像現在這樣看到他要表演之前看到說 我眼睛閉起來什麼都沒看到 打開來 3D 栩栩如生 我再閉起來什麼都沒 打開來又栩栩如生 就是怎麼會這樣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一定要好好去研究一下 就成為很重要的視覺科學家 好奇心是蠻重要的 所以這個是很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的 好 在這個之後呢 因為那個是做猴子的實驗 後來就有用FMI 這個是Frank Tone在1998年 在Science發表的一篇文章 我們也邀請Frank Tone在有一次 也是洪玉宏老師本來要辦那個 ASSC 2008年的ASSC 就是我們在2005年的時候 就辦了一個Brain and Cognition 就請了Frank Tone and Trisman 還有那個信許木舟三位 來做了5天的這個workshop 那Frank Tone非常年輕 他是台灣人 但在這個領域是做得非常好 在Vanderbilt 他這個在這個地方呢 他是做的方式是這樣 就是給你看用紅色跟綠色疊在一起的影像 但是呢 你可以戴一個眼鏡 那個眼鏡呢 左邊只讓紅光進來 右邊只讓綠光進來 所以你兩隻眼鏡看到的影像就會不一樣 好 那這個紅色的影像呢就會是房子 右邊的影像呢就是臉 綠色的影像就是臉 所以你就是房子臉 房子臉會競爭嘛 剛剛講的他兩眼看到的影像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就會互相競爭 那這個競爭的情況底下呢 他去看 在主觀上 如果受試者說我現在 因為這個是人嘛 他就可以報告說 我現在看到房子 我現在看到臉 我現在看到房子 現在看到臉 所以他就可以按鍵 你可以知道說 時間點上他到底是看到什麼 再由這個去比對 他的FMI的資料 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他的主觀意識是看到房子的時候 他的這個FFA的 主觀知覺是看到這個臉的時候 他的FFA就高起來 那主觀知覺是看到這個房子的時候 他的這個PPA就高起來 所以他的這個大腦的這個活化 是跟他的主觀的意識經驗是有關係的 好 另外有一個研究呢 是用Harrison Ford的 來做這個實驗的材料 他是就是給他 給受試者看在FMI裡面 給他看他或者是物件的 或者是其他人臉的這個刺激 然後把他mask掉 所以他不容易看得出來他到底是什麼 但是刺激有進來 那之後會發現就是說 如果他可以辨識說這是Harrison Ford 那他的大腦裡面同一個區域 他大腦裡面呢 他的那個這個FMI的這個Bulls Signal 就會比較高 那如果是這個看到是臉 可是他猜錯了 他講錯了 講錯別人 就不是Harrison Ford的話 那他就反應就比較低 如果是即使有臉出來 可是他沒有看到那張臉 那他就幾乎沒有什麼反應 所以這邊要講的都是說 看起來好像這些區域 對於那個我們的主觀意識知覺 是有一個一對一的對應關係 如果這個人主觀上報告他看到了 那他就有那個大腦裡面的這個反應 所以這個叫correlation嘛 他們是有相關的這樣子 那事實上這些知覺處理歷程 可以是無意識的 因為他就是看起來 好像我們毫不費力 結果馬上就可以處理了 那這個說法呢 是德國這個Von Helmholtz 他在19世紀的時候呢 就提出來就是說 這是一種無意識的推論的過程 這個是很有名的一個錯覺嘛 就是說這兩條線其實一樣長 可是因為你的那個 旁邊的這個脈絡不一樣 所以你看起來不一樣長 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這不一樣長 一種解釋就是說 其實我們平常日常生活裡面看到的 這個建築物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建築物呢 如果是這種箭頭是這樣子 這樣子往內的話 那代表呢 它其實離你是 就是比較近的地方 那這個呢 如果是箭頭往外的話 就離你比較遠的地方 當兩條線在你的網膜上面 是一樣的大小 可是一個比較遠一個比較近 那代表這應該是要更大 才會在你網膜上是一樣大 就是說我們大腦裡面好像有在做這樣一個推論 可是它沒有一直在喋喋不休告訴你這種推論 它是一個無意識的推論的過程 那無意識下面處理其實很多啦 比如說有一種叫盲視病人 他的知識是盲的 他沒有辦法看到什麼東西 可是你在地上擺了一些東西 他不會撞到 就是他告訴你他沒有意識 他沒有看到 他沒有主觀的視覺意識 可是呢他有處理 所以叫blind sight 他有sight but it's blind to his sight 所以這個字的 也組合起來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種相反的例子就是安東正 他是他根本沒有看到 可是他都說他有看到 你叫他 你問他看到的東西 他講的東西就是都不對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剛好顛倒 就是他有主觀的意識 可是他沒有 他沒有那個視覺這樣子 所以看起來這兩個的確是可以分離的 就是你的意識狀態 跟你無意識的狀態 可以分開來 這一個部分呢 研究做的很多 我們自己也做 這是我們實驗室的這個器材 就是說比如說你左眼也是分視 就是說你左眼看這個字 右眼是很強的這個刺激 一直閃 這兩個合起來 就刺激都有進到你大腦 這兩個合起來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你主觀上並沒有看到那個字 但是呢 因為他可以呈現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從行為上面 或者是從腦罩影上面 或是從EEG上面 然後ERP上面 你都可以看到他們的效果 他們的效果就是他有被處理 比如說像剛剛那個 他如果是情緒詞 或是中性的詞 他的反應就會不一樣 這樣子 這個呢 Scientific American 有一期呢 就特別講 高興的還是害怕的臉 他的身體的姿勢是怎麼樣 他的性別或性取向 他的這個東西的類別是什麼 或是現在這樣很複雜的場景 我說的都是在被蓋住的那個情況底下 都可以被處理 甚至文法不只是語意 我們剛剛講那個憤怒 那個是語意嘛 甚至文法 譬如說 通常說I drink coffee 那他說I iron coffee 這個也會在無意識底下 可以被detect出來 還有數字 那這些等等等等 都可以在無意識底下 還有最近有一個是系列的處理 就是說你學 譬如說你在打電腦的時候 你常常用這個快捷鍵 或是用什麼 你用久了你其實就學到了 學到了那種方法 那有的時候是 我們給你一三二四二四 一三一三二四 好幾個一三二四 一起出來的時候 你一三二四 你就學到了那個系列 這種的話也可以在無意識底下 好 被處理 好 很多 那所以 被談過好幾次的自由意志 就是說 還記得libet的實驗 就是說現在我們可以讓各位 假如你是受試者 就讓你看一個時鐘 它就是一直在轉 那請你決定一下 你譬如說你等到7的時候 你決定你要下一個決定 說我要make a decision 然後再按鍵反應 那你知道說你什麼時候你有一個突然想要做決定的這種衝動嗎 那結果發現就說 如果你是覺得你是7的時候 你下決定要按按鍵 這個時候呢 在那個之前 在那個鐘跑到7以前 你的腦波就已經開始準備好 要做決定了 所以這個 有一本書就叫大腦比你先知道 就這到底是不是 剛剛講的那個是Benjamin Libet 非常經典的實驗 那後來人家就說 這樣看起來我們沒有自由意志啊 因為大腦已經先幫我們決定了 就是大腦做完了 做了準備 準備到那個時候 我才決定要做 這個這樣的一個 按鍵的這個反應 那當然Libet是 後來有做你可以veto嘛 就是你可以 不要按 你沒有free will 可是你可能有free won't 這不是他說的啦 他一直覺得說 他並沒有說那個 他人有或是沒有free will 那但是那個John Sir 他一個Berkeley的哲學家 他是認為就是說 人是有自由意志 即使你否認你有自由意志 你也是有自由意志的表現這樣子 好 這個 另外呢 這一句話其實是 這個Michael Gazanica講的 就是 他叫Who's in charge 中文把它翻譯成大腦比你先知道 是一本這個科普的書 那這個講的很多就是說 好多好多事情 都在無意志底下處理完了 可能八九成以上 都在無意志底下處理完了 剩下的就是你的什麼 明意識的去詮釋它 好 所以 這個 有沒有跟意志 自由意志有關 在黃沈老師的那一講裡面 他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自由意志與否 跟意志與否 這件事情 他如果凸白兔的話 要怎麼去看待這件事 那你可以想成就是說 其實很多事情是無意志的處理 你要不要承認無意志的處理 是你意志的一部分 就是這個argument 可以一直goes on and on 我想洪老師 我不知道 洪老師看法怎麼樣 因為那個燈很亮 我一直看不到洪老師的表情 對 好 好 我們講知覺嘛 就是有沒有可能是 就是 這個大腦的確是在處理這些知覺經驗 而且在體驗這些知覺經驗 可是可能是覺知在寫這個腳本 這是一種後見之明 這兩者可能是可以分離的 那 要講那個以前呢 我先要講一個注意力的問題 其實注意力在我們的覺知的過程裡面 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這個是我們戲那個 就年輕的學生跟老骨頭 打籃球的時候 我拍了一張照片 那這個我們就會知道就是說 這個東西注意力就可以到哪裡去 對不對 你從這個可以知道 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哪裡 因為你看到他眼睛在哪裡嘛 所以我們很知道 注意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事實上這件事情 在這個 美國的 在1890年William James 這個是美國心理學家之父 美國心理學之父 他有一本書叫 Principle of Psychology 心理學原則 他就 這個是非常well quote 就是大家都常常引用他講的話 或是把它翻成中文這樣子 他說 每個人都知道什麼是注意力 所以常常大家都會在文章裡面寫說 Everyone knows what attention is 然後後面就 自由表述 每個人講的可能都不一樣 好 那它是什麼呢 其實它的東西呢 後來有很多時針的證明 就是的確是照它所想的這樣子 它是說 這個是以清晰跟生動的形式 後來有人發現 的確你注意了以後 你本來看的那個東西 會變得更清晰 那有幾個可能 同時可能的物體或是思想 所佔據的一個 其中一個想法 就有好多個 Multiple Streams 但是它的 這個其中一個 這一個呢 用清晰和生動的這個形式 來表現出來 那它是一種意識的凝聚 那意識的凝聚 那還有意識的這個精神的集中 是這個 它的本質 它整句話是一起講的 因為我想太長了 我就把它分段 給大家看這樣子 那它意味著從某些事物中 事情中撤出 以便有效的處理 有效的處理 你現在要處理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會把一些東西排除掉 這樣子 所以後來的研究有發現 的確是你會壓抑掉其他東西 然後你會專注在 你想要專注的這個目標上面 那它是一種跟混淆啦 暈眩啦 分散啦 等等等相反的一個狀態這樣子 那所以看起來好像大家都知道注意力是什麼 可是從1890年到現在 研究到現在呢 其實有進展 然後我們開始對注意力 了解了更多的 包括就是說 至少有一些分類我們比較清楚了 就是注意力呢 它分成內生性的跟外因性的注意力 什麼是內生性的呢 就是我現在主動的說 我要聽這個講座 我要努力聽這個講座 我要很專注的聽這個講座 這是 這是你自主的 這樣子 所以它是一個有目標的 go directed 它是top down的 從由上往下的是高階的 它是push的這樣子 那這個網絡呢 現在也知道 就是從這個我們的 額頁這個地方 跟頂頁這個地方 那它會有這個control的 就是送這個 控制的這個訊號下來 這是一個top down 這叫做內生性的這個注意力 還有一種呢 就是如果現在呢 有一個東西 咚 掉在這裡 一定立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這裡 這個不是你主動要去注意的 可是它就是外在的刺激 當它很大很鮮明 當它很獨特 很少出現 當它是這個 譬如說一隻蚊子 雖然它小或什麼 可是它會很很 扰人 那你也會被它拉過去 你的注意力會被它拉過去 這種外音性的注意力呢 它是不自主的 然後它是由下往上的 然後它是由刺激來引發的 它是破的 所以這種呢 叫做 這種呢也知道它的這個網絡 大概是在這個 在我們的這個中腦這邊的 Superior Colliculus 還有在右邊的TPJ Temporal Parato Junction 好 那至少有這兩種注意力 那這個一般呢 我們如果是第一種注意力 如果是那個Button Up 第二種注意力的話 就是一個外生性的這種 外音性的這種注意力 比較容易 因為其實現在有一些算折 你可以直接去算它那個醒目圖 叫Salence Map 你就可以做預測 就知道它 就知道你的眼睛要落到哪裡去 眼睛會被比較明亮的啦 會移動的啦 顏色是怎樣的 就這些東西呢 會讓你可以知道 你的注意力會受到 什麼樣的外在刺激影響 但是呢 你又有這種 就是專注的注意力 就是你主動想要注意的 至於要主動想注意的注意力 你可以注意很多種耶 你可以是注意位置 可以注意物體 可以注意它的刺激 它是紅色 你朋友跟你約說 我在捷運跟你碰面 我穿著紅色的 那你可能就會注意紅色 所有紅色人 都注意紅色 那或者是視覺 你注意視覺 不要注意聽覺 或是思考 或是行動 總總總總總總 你有很多種不同的選項 都可以讓你關注 這個跟你的覺知很有關係 因為你需要 很多時候呢 你可能需要把注意力拉回來 拉到你的知覺經驗上面來 那剛剛那個高主任剛好有提到 我沒有事先串通好 但是剛好我有這樣一個照片 這個是幾年前 因為快思漫想這本書 當時出版社請他來這邊 對這本書做簽名的活動 所以他們來的時候就剛好有一個 有一天 有一個半天的空檔 就帶他們去 這個是孔廟 就是在孔廟照的照片 那這個注意力領域裡面呢 Ann Treisman 是就是提出一個 Facial Integration Theory 這個理論影響非常深遠 他也就是 他們兩位來的 當時來的時候都80歲 81歲 其實是我覺得很難得 然後 Ann在那個 有一次我們在會議 在一個視覺會議上面碰到 他告訴我說 他說我明年要退休了這樣子 後來 我第二年去開會還看到他 我就說 這個 我以為今年看不到你 他就說 他說 事實上是這樣子 他說他每次開會的時候 如果碰到任何有注意力問題 大家就看他 就在就是 就覺得 他也覺得他好像要去回答問題的 可是他退休以後 他就可以很輕鬆 就是他已經退休了 就不要再問我這些問題 大概是這樣意思 他也覺得他去開會 他就非常的enjoy 對 這個是 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他們兩位 都在注意力領域裡面 有蠻多的這個貢獻 他當時兩位 從這個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被挖角到 Berkeley來的時候 其實 恩告訴我們說 那個時候 他是主要被挖角的對象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在進海關的時候 有人問 就說 那 就是看一個是 傑出學者嘛 另外一個是他的配偶 所以就看著男生說 傑出學者 他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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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跟配偶這樣 那可是到了 94年 1994年 他其實就 這個 Daniel Danny他希望能夠到 東岸去發展 在Princeton那邊 所以當時是 剛好角色顛倒 就兩個人又一起過去 Princeton Universe 好 Daniel Kahneman在這個 1973年寫了一本書 Attention and Effort 我覺得 被 不是很重視 但是我覺得他的東西很重要 就是在現在來看的話 還是覺得很重要 好 那我們這個大概就知道 就是說有這個 系統一系統二嘛 就是他在講這個 快思邁想 但是我們當時 在系上 開了一門課 當時是 其實 我現在講這些話 都變十幾年前 我覺得有點可怕 哈哈 對 就是我們 在系上開了一門課 叫心智的雙重系統 本來叫心智的雙重系統 可是 我知道有些人 對心智這個概念 就是說 它其實有智嘛 那是不是翻成心事 就是它是意識 心理跟意識 這樣一個雙重系統 那這個 系統一呢 就是它是很快速的 它 容量很高 它自動做各種處理 它是無意識的 就是我們剛剛看的 那個無意識的那樣的歷程 那另外還有一種 系統呢 它可能就是有意識的 速度比較慢 它容量比較低 需要分析 需要思辨 這樣子 那還記得那個 就是洪玉洪老師的那一講 提到後腦跟前腦 就是或者 前腦可能就是比較是這種 分析思辨 參與到這個意識 可是後腦也有意識 可是那個意識 比較是經驗 就是 知覺的這個經驗 好 那另外呢 這個 現在很多 做了很多 就是 你只要把刺激 把它這個 讀進去 你有這個BOLD signal 你去算這些訊號 你就可以什麼 解碼回來 你就可以曉得說 這個預期 它到底是怎麼樣的 就是它看到的刺激是什麼 這是簡單的刺激 那如果是說 有 有右斜的刺激 你可以預期 你讀到大腦訊號 你就可以預期 它看到的是右斜的 你知道夠多的訊號就可以了 夠多的這個分析的處理 現在處理的容量都很大 所以就是這個 目前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那如果這邊又有左斜的 你 只有注意的東西 它有右有左 只有注意的才會產生效果 所以的確注意力感覺上 好像就跟你大腦的活動 以及跟你的意識 就非常的相關 現在甚至做到很多 那個複雜的場景 好 那另外呢 它也可以調節我們這個 這是我要講跟覺知 最有關係的 就是它可以調節我們直覺的解析度 就是我們注意力 那這個是一個 一分鐘多鐘的短片 我從一個影片裡面 再錄下來 這個影片叫做 千黃百計 叫Lie to me 一個美國的影片 他是以心理學家Paul Ockerman 也是他的 counselor 然後把這個部分呢 拿來做 以他的故事做一個腳本 那這裡面呢 他用了 大量用了心理學的背景 心理學的背景知識在裡面 這個 這只是一個例子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那個 如果你出來 然後看到那個大猩猩 就是有大猩猩在中間 就你沒有注意到那個大猩猩 因為你在注意那個白球 穿白衣服的人在傳球 對不對 那個叫改變盲 改變或是不注意的事盲 這樣子 那這邊呢 他就用了這個原理 來放在劇本裡面 這個劇本呢 講了就是說 這個人是一個目擊證人 他看到一個女警殺了一個人 那這個 裡面有一些 這個 比如說 這個跟幫派什麼有關係 但是這個人呢 是要詢問他 就是只是問他 他們是一個偵探公司 那就詢問他就是說 看看你的目擊證人的這個證詞 你看得怎麼樣 我們來聽聽 我看到什麼我看到 各位你有看到什麼嗎 你有看到什麼不同嗎 沒有 好 我們看一下 對啊 好 你可以看到他現在就很遲疑了 對不對 那各位有看到嗎 有看到 翻過去個手 很少啊 好 好 所以 我們不注意就真的沒看到 我已經先跟各位預告了 那個 這個大猩猩的這個例子 對不對 你還是沒有看到他改變 但是他其實的變化是蠻大的 因為 剛開始的這個Loker 就是那個 穿白衣服的這一位 他是白色的衣服 然後他長相也不一樣 聲音也不一樣 跟第二位出來的這一位 這一位 他連白黑都不一樣 可是他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的注意力 可以讓我們這個 看到或不看到 或是甚至讓我們看得清楚 或看不清楚 就是有看到了也可以看得更清楚 所以注意力扮演了 非常非常關鍵的角色 那過去在文獻裡面呢 就 以前我們都認為就是 你只要注意你就會有意識 後來發現不是 你可以把意識分成有跟無 你也可以把注意力看成 這個注意力是指專注的這種 就是top-down的注意力 是indogenous的注意力 你可以把注意力變成是 需要注意或是不需要注意 所以你就有二乘二 總共有四格 這四格每一格 這目前都可以找到證據 因此呢 其實這兩者是可以分別的 是可以分開來的 你可以在無意識的底下做注意 那你可以在什麼 不注意的情況底下 有意識到什麼東西 這樣子 所以 又回到我們難解的問題了 對 就是the 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之前這個幾位講者都有提到 這個David Chambers的這個 hard problem 就是我們到底怎麼產生這個意識經驗 我知道有這些 這個知覺 就是感覺興趣進來以後 這麼這麼多的處理 可是呢 當我看到晚霞 當我感嘆說 哇好美 那種美的感覺 是怎麼來的 就是這些神經活動能夠解釋 那些美的感覺嗎 這個 有一個 Zombie Mary的 這個很好的 也是 thought experiment 就是說 哲學上面的這個思考的這個 思想的論證 就是 有一位 叫Mary的 她都在實驗室裡面 她看到都是黑白的 她被 教導所有跟色彩有關的 這個知識 所以她知道 如果她看到紅色 她會產生什麼什麼 怎麼樣的反應 大腦會怎麼怎麼做這樣子 那等到有一天她走出去 這個 來的實驗室的時候 她那種 原來是這樣 她知道怎麼計算 她知道 該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那種 驚嘆於那種顏色的那種感覺 可以用神經活動來解釋嗎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gap 然後就是目前 到底是不是我們意識的 最後的這個將解 那這個也是 Netblock在講這個 這個取用意識跟現象意識嘛 有可能這個取用意識 就是剛剛講這個 可能系的比較像 這個 前腦的這個作用 那現象意識可能是 後腦 或是比較是 我們剛剛講那個 知覺經驗的部分 那個知覺的經驗部分 是很大的 我們可能只有少數可以被報告 可以被分析 可以被思辨的這個部分 是在這個取用意識的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真的很感興趣的是 現象的這個部分啊 我們的知覺經驗啊 我們的美感的來源 我們現在前面所講的 所有這些科學的研究 我自己覺得真的是很棒 就做得很棒 但是他真的都在談取用意識 對 他沒有談到這個 真的難解的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會覺得 站在這裡看到各位的表情 看到覺得我講到這裡的感覺 或是各位覺得這個有收穫 或是沒收穫的那種感覺 或是你看到這個 Netblock覺得他是一個西方人 這種種的感覺到底是 大腦怎麼產生這樣的感覺呢 有一種方法 就是用覺知來增強你的這個 這個感知的能力 就透過各種類型 這裡只舉了少數 比如說這個靜坐啦 正念減壓叫NBSR 或是瑜伽氣功啊 太極拳種種種種 這些呢其實 都嘗試要希望達到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心理的狀態 比如說不要思緒滿有 雜念可以放下來 可以專注 可是是一種放鬆的專注 然後呢你可以nonjudgmental 這個無微的安住啦 或是你可以增強你的感知 這個像是那個電影在 深夜在加油站碰到蘇格拉底 對 然後最終最終 這是下一講啦 就是最終最終 是不是要達到這種 天人合一 就自我的這個消融這樣子 對 好 這個 我們還沒講到 但是這裡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來增強感知的能力 這個覺知的這個過程 在這個領域裡面呢 John Carpatine 這個是 Carpatine 還有Rich Davidson 他們兩位呢 都來過台灣 我們在那個辦 這個台灣心理學 年會的時候 請他 來給我們一個 keynote 那他也來過 這個Rich Davidson 也在法國山演講 那他們都是自己 這個靜坐很多很多年 然後用西方科學的方法 去探討 就是說這個靜坐 這個 或是MBSR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 這個是他們兩位 這第一座子是Rich Davidson 這個是John Carpatine 他們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 他說在這個 經過了這個正念的這種靜坐之後 他的大腦還有免疫系統的功能 其實是會被改變的 那這個 就是他們可以增加這個免疫力 那當然呢 我們知道 就是其實這個文獻非常多 他們的這篇文章呢 就現在引用率 就差不多將近三千了 那這個 我們叫靜坐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效果 那他對大腦呢 的這個影響 也知道就是說 他會 譬如說會產生這個 比較大 比較慢 比較往前的這個阿法波 然後他有幹麻波這樣子 那他大腦揮直 在一些特定的區域會增加 他對於這個自我相關的這些腦區呢 他的這個活化的量會降低 那另外就是不同腦區之間的連結 會增加這樣子 他們兩位 自己認為就是說 目前 這是很久以前講的就是 我不知道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但是說 到目前為止 可能有上千 超過上千篇以上的文章 但是不是都很好這樣子 他們可能就是標準是比較高這樣子 但是就是說 很多人在做這個 尤其是現在在西方 這個很有趣 就是東方過去的 但是在西方發揚光大 然後 對 然後再傳回來 再看我們這邊怎麼樣接招這樣 對 這的確是很多人在做 所以這個 也像這一篇 這個是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一位 這個Lazer 他就說 他對這個大腦進座之後 對大腦的影響 比較有趣 這個因素老師負責 比較高階的這種情緒的感受 這個 這個 Mediator這個部分 就是說 這個是他的灰質的厚度 那如果是他進座的話 他的強度是 厚度是比較增加 更有趣的是說 在前耳葉這個地方 他在這個 隨著年齡他不會下降 那那一般人呢 隨著年齡 前耳葉的這個 灰質的這個厚度 是會降低的 這樣子 所以有人是認為說 這個 這個可能會增加我們的 這個 就是認知的能力 各方面 眼淋移收什麼各方面 好 最後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大數據的這個時代 我們可以想像 就是 你的手機 我們世界各地 我們都可以追蹤你在哪裡嘛 對不對 你關掉也沒有用啦 那 只要知道 where when and what 我們就可以預測 每個人未來 的行為 是怎麼樣 這是這個 目前大數據時代 他覺得 哇這個 以前我看那個電影 上次高主任在講說 這個有 世代差異 我們以前看那個全民公敵 就是說 那個 簡直不可思議 對不對 怎麼可能你什麼刷卡 或什麼東西 就等於被 好像是被 monitor 到 現在我們每個人都自己 上網去打卡 說 我們自己都被 monitor 在一個 整個這個網絡系統裡面 好 所以呢 這個 滿驚人的 所以 就是說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好像有一個 更大的你 就你還沒做這件事情喔 你就可以被預測 你現在點出去了很多東西 他就告訴你 就是說 那個廣告也是隨個人的嘛 Google的那個search 也是個人 每個東西都是個人化了 那他可以預測 你可能想要 買什麼東西 要去哪裡 好像有一個更大的你 在被了解 跟掌握當中 那如果你是棋子 那誰在下棋 OK 我沒有答案啦 我其實對前面那個部分 我比較有把握 我說我們就是 讓自己走出去一點點 看看 好 那但是有一些現象 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喔 這個是一個假象運動 各位可以看一下喔 你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它從 這個點喔 從左到右 好 有從左到右嘛 那我們再看這一個 你有看到它從上到下 好 這個點呢 它在上面的時候 你其實不知道它要從左到右 還從右到左 只有當第二個點出現的時候 你才推論它有中間的那個軌跡 所以在時間上 我們對時間的這件事情 心理的時間 物理的時間 其實是非常吊詭的 另外這個例子 這叫flash-like illusion 就是請 請各位判斷一下 那個圓點跟這個直線 它們的相關的這個位置 有個圓點會跑出來 不知道各位看到嗎 好 這個圓點跟直線呢 它們是對齊的 可是一般的情況底下 會看到那個圓點好像落後 落後於直線 那這個呢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它們其實是同時出來 可是這個 在運動的東西 你可以預測它的軌跡 但是閃出來的東西呢 它就像是你一般的神機系統 處理過後的效果 就是它就落後了 所以其實是運動超前 打一個網球 可以是100m以上的速度 對不對 它才剛打出來 你怎麼知道去哪裡接 好 這個時間上非常吊詭 就是我們 如果來看那個 我們神經系統的那個 每一個這個 衝動的 就是電衝動要這個 傳輸的這個時間的話 你到大腦 你大概要100ms以上 你才能理解 才能夠去處理 可是你的手 就要準備出去 就要去接這個牌子了 另外就是你走在路上 你就會閃坐 閃車子會閃什麼 這些東西 你如果以那個車速來算的話 你經常 如果以大腦處理的速度的話 你就來不及 可是你為什麼 不會出去被車子撞到 對 我們的心理時間 真的是很奇怪 很獨特 這個Andy Clark 他最近這個理論 非常的 引起很多的討論 他也講這個 predictive coding 意思就是說 我們 我們要感知這個世界 這也是我把它稍微 它其實有一段話 我們應該要成功的預期 我們的感官的狀態 所以我們大腦怎麼樣呢 就運用已存的 關於世界結構的知識 還有根據每個事件之間的可能性 來預測我們目前的狀態 所以我們有一個預期 如果它跟接收進來的信號之間 那個預期跟信號之間有錯 這個我們就會產生一種錯誤的配對 那可是我們就會調整 有的時候甚至會驅動大腦去學習 還有這個可塑性這樣 所以它可以用這一類型的東西來解釋 可能有一些 我們怎麼去預期外界的事物 以至於我們不會產生像剛剛講的 有一些覺得很吊詭的這個情況 可是我還是覺得有一個 還蠻難解的謎 就是說 如果我們直接刺激皮膚跟刺激大腦 哪一個會感受到這個 我們刺激皮膚的時候呢 會經由這個神經傳導 到達我們的頂頁 這個頂頁是我們管理這個皮膚感覺的這個區域 那這個神經細胞呢 傳導到我們的頂頁的這個皮質區之後呢 它會有這個觸覺的感覺嘛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我直接刺這個手 跟我刺這裡 刺我這個頂頁的這個細胞 哪一個你會先感覺到有觸覺 一般的感覺 一般的Logical應該是大腦嘛 所以Libatton同樣是剛剛那一位 Benjamin Libatton 他就有一個經典的實驗 他就是這個時間軸 他給大腦皮質刺激跟給皮膚刺激 他給他們同時刺激 結果受試者覺得他先感受到皮膚上的刺激 照理來講 剛剛我們講他應該是大腦皮質 就是最後那個處理的地方在那裡嘛 可是沒有耶 他覺得這個地方 差不多這個地方發生了幾十ms以後 幾十毫秒以後 他就感覺到有皮膚刺激了 但是大腦他等到差不多500毫秒以後 他才感覺到有觸覺的刺激 最後我想以這個作結啦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Puternam一個哲學家講的 就是叫統中腦 這個 我們有可能是 這個腦連了很多 譬如說它就是一個螢幕嘛 各位看過那個Matrix 那個hiker任務 就比較容易理解這一點 就是你就是一堆電擊連在這邊 然後你只要訊息進來 然後讓腦處理 你就感覺到你好像是真的在那邊 好 你就去見那個Oracle啊 你就 他說 那 可是我們以我們自己的腦 有沒有辦法去 確認我們自己是或是不是 統中腦 OK 好 我在這裡做一個結語 我們 透過我們的感官訊息來的 對外界的知覺 有很多無意識的運作的歷程 來達到日常的這個 知覺的這個經驗 我們剛剛看到就是 有一大塊是冰山底下 沒有辦法察覺到的 這些無意識的這個 處理的歷程 那露出冰山上面的部分呢 就構成我們知覺的意識的經驗 透過訓練呢 我們可以增加我們知覺的這個解析度 特別是對於這個 專注注意力的這個部分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的覺知 這個我們可以把它想成 它就是 我們有在經驗我們那個知覺的 這樣的一個大腦的歷程 可是呢 也有在看著 這個經驗的這樣一個觀者 那這個 我們就包括了 前面介紹那些 像是取用意識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 知覺的這個對象 還有觀看這個知覺的 這個覺知的這個 這個觀者 那這是我說的 知覺跟覺知的這種 這個雙重的這個系統 中間我覺得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看到落日的這種美感 還有 我作為一個觀者的這種主體性 這個呢 都是覺知的很重要的關鍵 那這也是我認為在科學探索意識 這個 the last frontier 裡面 這個 the hard problem 就是最難解的 很難解 是不是最難解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它的確是 難解的問題 那有賴大家 可以一同 如果對這個部分感興趣的話 可以一同加入這個探索的歷程 謝謝各位 謝謝葉教授帶來精采的演講 因為葉老師提到那個 這個 Creek 那因為 已經 他這個名字沒有錯 這個 就跟Charmes一樣 這個難解問題 就是這幾位先生 有好幾位先生 是在多次的 這個 這個演講中都被提到 那 Creek 是傳奇性人物嘛 因為他是 這個發現DNA的雙螺旋結構 而拿到這個物理的醫學獎 生醫獎 那 他是 他是物理學家出身 這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 他有物理背景 事實上 他跟這個華生 這一對搭檔裡頭 華生是提供生物的知識 那 這個 這個 Creek 是要判讀 判讀這個 這個 這個繞色 繞色 圖片的意義 他提供一些物理知識 所以是蠻好的 這個知識的一個 互補的 一個團隊 那 這個 Creek 是被認為超級聰明的人 這個 這個 當然我們 我是無幸 看見他啦 因為 但他已經過世 然後我們在不同的領域 我不知道在場 有沒有老師有 有機會看過這個 Creek 就關於他的故事 非常的多 因為剛才葉老師說 這個 也是 因為他是傳奇人物 他才看得起 人家開他的玩笑 所以他研究意思 是因為沒有 之類的 OK 這純粹有玩笑 不不這是玩笑 不過也是因為表示說 他是大人物嘛 你就可以開他玩笑 不過因為 Creek 是因為在場 有很多是 這些 中學生 大學生 那我想 就講他一個 一個 一個故事 其實是 其實是 為學生講的 我在 這個禮拜 不就是什麼 大學放榜的日子嗎 OK 然後這個報紙都有很多報導 就關於這個 各式各樣的報導 那我看見有一篇文章提到 說 學生現在不太知道怎麼 怎麼 就自己的志向 自己的興趣到底是什麼 你經常是用說 你在某一科 考試成績很好 來認為說 我對那個科目是有興趣的 用這個作為一個標準 是不是有沒有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到 有這樣一篇文章 在講這些事情 然後那篇文章 是在反駁說 這是錯誤的 因為你成績很好 你可能 數學很好 進了數學系才發現說 其實自己 並不真的那麼喜歡數學 或者不適合 這個做數學 那 Creek呢 我剛剛已經講過說 他是物理出身的 那 可是因為他那時候 他在學習階段 剛好碰到二次大戰 所以他就這個 就是等於說中斷這個研究 那等到他三十幾歲的時候 他才想到說 他想回來走學術的路 那因為他年紀比較大 然後要從頭開始 要念一個博士 那他就覺得說 我必須要審慎的這個選擇 如果我年輕的時候 我走錯路了 我還有機會修正 雖然這個假設 我現在知道也不一定正確 對 並不說你年輕的時候 有時候好像這是人的腦袋 就是新鮮 是很珍貴的事情 你用了一次之後 大概不管你年紀高低 好像就不太容易說 你在修正 不管怎麼樣 Creek是非常認真的 思考這個問題 他說我三十幾歲了 我如果要走研究的路 我要好好的選擇 我要投入的領域 所以他就要了解說 我的興趣在哪裡 他後來設想出一個試驗 它叫做Gossip Test 你可以把它翻譯作弦話測試 或者是八卦測試 試驗 也許就講八卦好了 他說你對一個東西 如果有真正感興趣的話 你會心 就是不由自主的去八卦它 去講它的弦話 所以他就說他就檢查自己平常 這個會去八卦什麼 說八卦什麼 就是說你會去跟你的朋友 去說我今天看到什麼什麼東西 很有很有趣 他試圖這個傳達給別人 會講這些那個領域的八卦 他說他注意到他的這個八卦的主題 有兩大項目 一個是生命現象 一個是意識 到底什麼是意識 那在這兩個題目裡頭 他先選擇了 什麼是生命 作為 這個選擇當然是正確 因為什麼是意識 八零年代 到八零年代 都還不是被認可的一個研究領域 你要做研究的 研究經費也拿不到 你的前輩勸說 你不要把你的這個申請 關於意識研究的這個 交給這個國科會 所以這個Creek就選了什麼是生命 大概到了晚年 他覺得這個題目他已經做完了 所以就回到他的初衷 他原先最愛的兩個題目 他回到這個意思 那這個故事我大概多次也講過 說不定我在之前的QA也講過 不過因為現在是剛好是大學放榜階段 那這個是一個 一個 剛好時下的一個話題就是 你怎麼尋找你的興趣 那我就順帶的再跟大家 再一次的介紹 Creek的這個八卦測試 所以你們學生可以自己 自己回去看看說 自己平常就是 就是喜歡聊些什麼 你喜歡聊的東西就是 你感興趣的這個東西 那我後來就知道他這事情 就想說那一般人閒聊什麼 一般人就是可能會 這個閒聊政治 OK 所以我們人是政治的動物 OK 所以每個人對政治都感興趣 但不表示說你每個人都會 成為政治工作者或政治家 還有 我聽著一些廣播什麼的 常常或電視的節目 常常喜歡閒聊股票市場 所以每個人都喜歡賺錢 OK 不過這個當然並不是 這個Creek他講說 他要尋找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OK好 我就是跟大家分享這個 這個Creek的這個 這個故事 好 那我們回到Q&A 我先請曾文欣同學 我是那個 台大心理一年級的曾文欣 然後就是我想請問老師 就是 剛剛有提到那個 那個複冊的 那個入境受損的人 假如他們在畫 依照他們的印象去畫那些物件的時候 那他們 有意識到他們自己在畫的形狀是什麼嗎 還是其實他們在畫的情況 是和我們閉著眼睛在畫的東西差不多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什麼樣的因素會 就什麼樣的因素可以 就是決定說 那個我們的主觀意識經驗會 引發某一些細胞的反應這樣 謝謝 好 很好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比較容易回答 就是說 它這個複冊的入境受損 那它是不是就閉著眼睛 好像閉著眼睛一樣 那它畫下來的東西 我們知道它其實是跟那個長得不太像 它自己有沒有辦法看出那兩個 其實是不太像的 我想問題意思是這樣子 是嗎 對 其實這個複冊入境受損 它其實是叫做 Visual form of nausea 它也分兩種類型 一種是叫perceptive 一種叫associative 這個差別是這樣 就是 有些人呢 他其實看得出來 他會說 這個杯子呢 他是有 他說這個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呢 他有個尖尖的東西 是透明的 有個把手在這邊 他把全部講完以後 就說 那可能 會不會是杯子啊 所以他是 形狀他其實是知道的 只是他沒有辦法把那個 形狀跟那個 就是原來的那個名稱 或是他知道的那個 那個杯子把它做連結 所以這是某一種 那我們剛剛講那個DF 他不是這種 就是 他其實是對這個 形狀這件事情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去變的 所以 你說他 他這個 看著這個東西 他畫下來的東西 他是不是知道他自己畫什麼 他可能看起來是jumbo 這是我們的推測 那我覺得這也是跟後面那一題 是有關聯 就是我們這個主觀意識 我們是什麼因素決定 這是我們後來最後講的那個 那個 Hot problem 就是 為什麼他之所以是困難 是難解的 就是因為我們不知道 就是 剛剛講到就是說 這個 他到底看成是什麼樣子 或者是說 當他看成是什麼樣子 我們可以問他 可以問他說 他看成什麼樣子 可是到底是什麼樣的 感覺 就是你剛剛說什麼因素 決定他那個主觀意識 我們只知道他可能是jumbo 可是他看起來那個jumbo 那個東西是怎麼樣決定的 我們也不曉得 對 所以你問的第二個問題 其實就 比較像是在問那個 我們最後講的那個 Hot problem 好像這位同學他 他第二個問題 我聽起來是 他在問說 這個主觀意識 是什麼樣子的 這個 這個 你講細胞嘛 反正就是 什麼樣子的 生理的反應 什麼樣子的 神經的呈現 你可以看出說 他有什麼樣子的主觀意識 你問的 我聽起來好像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是讓我想起 這個就在過去這幾年 這個有一個有趣的 在數學界 談論的一個話題 就是有人 因為現在有Functional MRI 這麼一個儀器 那就讓這個 應該是數學家去看 例如說二十幾個 一般被認為是很棒的 很美的公司 然後去看這些人的 這個 什麼樣子的反應 我不曉得那個細節 我以為說 這是這位同學問的 這個問題 就是你到底是怎麼去看 這個 對美的這個感受 結果他們那個實驗的 這個結果 就公佈出來 那裡頭 這個合作者有知名的數學家 然後有大概做實驗的 這個心理學家 然後結論是 就是 數學家認為 最美的數學方程式 被 identify 出來了 被挑出來了 你們 你們這個方程式 是念過高中的數學都知道 叫 Euler equation 尤拉方程式 就是 e to the i pi 加1等於0 或者是 e to the i pi 等於 就這麼一個方程式 那 所以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 因為是美嘛 你看到這些方程式 你到底怎麼感受說 是去跟 去到這個 看到夕陽 那個感受 一樣不一樣等等 就這種主觀感受 那 的確有做 做研究 因為我剛剛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看那個 FMI的資訊的時候 我們知道它的相關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的因果 就是如果是要問說 是什麼因素在決定你的 那個主觀意識 我剛剛聽起來 我以為問題是這樣問嘛 那如果是什麼因素在決定 其實我們 我剛剛講我們心理學 作為一個 一個新的科學 我們是希望知道 有因果的關聯 可是目前我們知道的 都是 有相關 就是 可能這些因素就會 跟它 有一起高高低低起伏 所以我剛剛 舉的一些例子 包括 就是看蝴蝶跟 看那個 Sunflower 或者是看那個 房子跟 臉嘛 那這個部分就是 你主觀報告說 我現在看到的是這個 然後你知道說 在那個區域就有 Activation 所以它是相關 可是 是因為它有 Activation 所以使你看到那個 臉嗎 還是 什麼樣的因素 其實 我們沒有辦法說 因為我們得到的資料 其實只能說是 充其量只是相關 才會說 其實對於那個 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要問到 那個決定論的 這個因果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不容易 因為說有什麼來影響 或是還可以知道 就是哪些細胞 來影響 這樣子 我幾乎確信這位 因為這位只是你們 系上大愛的學生 你還會 他以後還會再找你的 OK 在談這個問題 好 我現在請張 趙萱同學 教授好 我是張趙萱 我就讀於中正高中三年級的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 就我目前這樣看起來 知覺心理學對我來講 好像是一種 實證性的知覺現象學 然後我不知道教授是不是 對這個有沒有什麼看法 這樣 就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比較對於 思考上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我想問一下 就是一種形上概念的問題 就是形上概念的話 應該比較屬於是 知覺或覺知的這個部分 比如說時間和空間 這種形上的概念 對 然後我本身的想法是 我覺得 感覺時間是好像真的能 有一種感官 真的是感覺到 就是像時間的連續性 是我們可以感受到 它的那個連續性 那那個 到底算是覺知還是知覺 對 謝謝 它是不是實證性的事 就是這個沒問題 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我們是希望能夠用 empirical的方式 那它是不是 知覺現象學 對 那個 Phenomenology 就是說 我們是在觀察一些現象 然後想了解 那個現象的 譬如說 到底是怎麼產生 那樣的一個現象 這是你問的意思嗎 知覺是不是這樣子 我問了 知覺心理學 是不是奠基於 知覺現象學發展而來 就是為了要實證 知覺現象學 因為知覺現象學 比較偏向純屬於理論的方式 那知覺心理學 讓我看到說 有科學的嚴謹的態度 所以去實證 這個知覺現象學 它是一個有嚴謹的學問這樣 喔 那我意思是說 這個不是葉老師 演講裡頭 所採用的名詞吧 知覺現象學 知覺現象學 梅落旁地 這又是哲學的 這個可能我們 這個是不是要 那個洪玉洪老師 來幫我回答 對 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有一些知覺現象 就你要說理論 我不知道這個理論 是 就是它是不是一個 實證性的知覺現象學 要看它的理論的這個部分 但是 我們的確是會有一些知覺現象 我們希望去了解那個知覺現象 然後我們是採取 這個 就是科學的探究的這個方法 去瞭解這些知覺的現象 不過科學家口頭講到 口中講到現象 這個字眼的時候 跟科學家所講的現象學 我想可能是有一段差距的 所以 可能不 這個很麻煩 對 好 那它還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形上概念的感受 是知覺和覺知範圍 就是說 我們對時間的感覺 是不是一種知覺 是不是知覺的這個感覺 是不是它的範疇 是 就是我們有叫時間知覺 我們有時間知覺 有空間知覺 我們的時間知覺呢 就是跟這個veridical time 就是跟實際的這個時間 也不一定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可能會高估或是低估 那也可能會因為你個人的特性 就是比較衝動型的啦 或是比較不是那樣的特性的人 他的時間感覺可能也不太一樣 那這個也都是知覺研究的範圍 那這個東西叫不叫形上概念的 就 這個就真的是 你的用語比較哲學的用語 可是我們在知覺的研究裡面 我們通常就是就 那個東西有知覺這個領域裡面的 本身的一些定義 非常好 我們現在台灣高山學生 就已經讀起這個 哲學的 彭老師應該覺得很高興 哈哈 好 我接下來請林洪騰同學 你好 我是那個楊明昕自責事所的學生 這樣 那就是我聽了演講 還有就我目前的認知 就是覺得 所學的是知道說 是很多認知功能 其實是不需要意識參與 那我會好奇就是說 有哪些功能是意識一定要參與的功能 那 無意識的功能它有沒有局限 就是是不是其實所有東西 都可以無意識的就是運作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會有需要意識 那意識的功用在哪裡 因為似乎在演化的脈絡下 我們可能是譬如說 假設是從可能脊椎動之後 可能才這個level之後才有意識的出現這樣 那為什麼會演化出這樣的東西 因為似乎我們不需要這個感知這件事情 就可以存活 對那 就是不知道老師會怎麼解答這個問題 謝謝 很好的問題 因為我 剛剛就講說 我們在演講的過程裡面 其實後面那一段 我自己是覺得說 應該就是再走出去一點點 因為如果我們在那個 都在我們現在研究已知的這個範圍裡面 其實是就可以很安視 要走出這個舒適圈 就是當然你的問題就是說 那我們為什麼需要意識 如果意識 就是無意識就可以處理掉所有的東西 它沒有啦 沒有真的可以處理掉 我們其實有做了一些 包括就是說 比如說你單字的那個字意 可以在無意識底下被抽取出來 可是你要把不同的字意把它連起來 比如說一個成語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是都需要意識的介入 才有辦法做 尤其是在時間上 就是一個一個一個字 單獨呈現的時候 更何況是說 你如果一篇文章 我讓你全部都看不到 只是有進來那個大腦裡面 那個東西真的沒辦法 對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 已經一直在逼到那個快要到極限了 那它的容量很大沒有錯 可是它是解析度可能是比較低的 所以有些你需要高解析度的東西 包括高的時間解析度 空間解析度 可能就會需要用到意識 現在科學在研究的就是這個界線在哪裡 好 那假如有一天 這個界線已經接近到幾乎你不需要 意識都可以做完所有的事情了 那我們還要意識做什麼 最近就是因為我們在討論機器人的問題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在討論 就是說機器人能幫人做很多事情嗎 那它現在不是最近跟日本還有那種可以出租機器人的 它可以幫你包水餃啊 然後你可以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現在掃地什麼都可以讓機器人做了 所以就開始憂鬱就說那人到底 不是工作都被拿走了 我倒是沒有那麼悲觀 我是覺得那個東西如果是可以讓機器幫你代勞 那你就可以真的活得像一個人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活得很像機器 就是假如很多東西它都是 你每天做的事情就是 你無意識都可以做完 你知道你每天從早到晚 你就是忙碌到 你根本沒有心思去欣賞那個落日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它反而給我們一個省思的機會 就是說那我們要意識做 這是為什麼我覺得那個難解問題的那個現象意識 那個部分其實很重要 這是我們生而為人 雖然我們不知道當那個機器被算出來 那個法子大於某個值 它是不是真的就可以產生我們人類的意識 可是我覺得對我而言 那件事情是重要的 那種不只是我可以報告 不只是我知道我現在在處理什麼東西 而是我有那樣的一個質感或是感知 那個qualia 我坐在這個當頭 我覺得跟大家分享這個知識 我心中有一種那種感受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人存在裡面很重要一點 有些人認為意識反而就是AP phenomenon 它或者就是一個emergent feature 就是你復雜 系統復雜到一個程度 它就emerge出一個emergent feature來 不管它的成因或什麼 可是我會覺得就是說 我們要意識做什麼 你要不要讓你自己拿掉那個 當你欣賞落日時候的感動 就是如果你覺得那個都無所謂 那我覺得真的機器人都可以取代 對 就即便某一天機器人都有意識了 它也不是你的意識 它是你自己有自己的那種主觀的 你不管在什麼時候 你知道你作為一個觀者 你在怎麼樣去品嘗你日常生活的各項的知覺經驗 所以我覺得知覺 或者是你問意識有沒有用 我覺得是有用的 而且我覺得它是跟我們機器 就是機器人應該要有一個很大的分野 這只是我個人的觀點了 給你參考 好 我接下來請呂建葉老師 兩位教授好 我來自南崗高中 我想請問老師 你是哪一科的老師呢 地球科學科 OK 好 我剛剛聽到教授講到最後的時候 講到一個Libert的實驗的時候 你有說到就是說 我們對於那個知覺的反應啊 然後到產生意識啊 到底是哪一個路徑會比較快之類的 可能是這樣子的 那你當時說的 他有做一個觸覺皮膚的一個實驗 跟大腦皮質的一個實驗 那當時你最後結果是說 似乎是對於那個皮膚的反應時間會比較短 會短於那個我們的大腦皮質 可是我個人的一個經驗啊 我自己也做過幾次的實驗 剛好臭巧啦 然後我就說 我自己在做那個痛覺的實驗的時候 發現到說 如果我們對身體啊 同時施加很多地方 給他痛覺 那這時候呢 全身就只有一個地方會感受到痛 其他地方都不會有反應 那我就想說 剛剛老師你這個實驗的時候 他會不會是因為 他的我們平常的皮膚啊 他就是在掌管觸覺 所以他對於這個實驗的反應 他本來就會有經驗值 他比較容易感受到說 他現在感受到一個反應來了 所以他的傳達訊息就會比較快 那或者是說他對於那個痛的感覺 他比較敏銳 所以他意識到他痛了 所以他把這個反應傳回去了 而不是說 來自於那個路徑的一個快或慢 我就想說是不是有可能會有 因為這樣的關係 造成這個實驗上的一個 認知的一個誤解 這是我個人看法 謝謝 好 那我想就是還是先釐清一下 就是剛剛講那個LIBAD的那個實驗 就是說我們假設說 從A點到B點 就是所有東西都是從A點到B點 然後由B點造成我們的感受 這是前提 就是我們現在科學界 我們知道的是這個樣子 那我現在同時刺激A跟B這兩點 邏輯上來講應該是 就是刺激B點 就是同時刺激 你應該會先感覺到B 有這個感覺出來這樣子 因為A必須要經過傳輸到B 才會有你的感覺出來 那所以才會說 這是一個時間上覺得蠻難解釋的地方 因為它的觸覺 它必須要經過神經傳導 到達我們的頂頁的這個 我剛剛講那個B點 就是說皮質區 這個神經活動以後 過去的解釋都是這樣 神經活動以後 你才會引起你覺得有觸覺 所以你沒有在這裡 這個地方 如果你沒有大腦 你刺這裡不會有反應 因為這個地方只是你的接收器 你只是把外界的機械波 把它接收進來以後 讓它可以透過各種 深化神經系統的反應到達你的大腦 是由大腦的神經細胞做了反應以後 這個我說的是傳統解釋 就是這樣你才會能夠感覺到你的手指被刺 這樣不曉得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是不是說你在刺大腦某個特定部位的時候 你那時候的確你是因為針對特定部位 你感受的就是手指被刺 對不對 是同樣的效果 你才來做比較A點跟B點 對不對 對 所以才會有那個就是有畫出一個小人 在我們的頂頁 就是說你可以 當時早期是因為開刀的時候 可以去就是測量就是說 每一個地方你碰觸到它的時候 這是你手指的感覺 這是你大拇指、小拇指或什麼 你就可以畫出一個人的形狀 就是在這個大腦皮質區 會有相對應的這個細胞 在對應你外界的就是你碰到皮膚的時候的觸感 所以這邊是你的知覺產生的 這個就是這個神經細胞活動 是你知覺產生的地方 我想這樣是比較澄清一點說 到底為什麼會 這個好像似乎是一個奇怪的現象 因為你本來你點大腦某個地方 你就已經感 讓你的感受是手哪裡被碰觸了吧 照講這個應該就很直接了 可是其實是你碰觸、手碰觸 反而有更快的這個知覺 所以這個是奇怪的 對,是這樣子 好,其實就是再講一遍 也許應該有更清楚啦 希望 好,我現在替一位線上的朋友提問 這個是Jacky Shea 他說一些主流的歐美科學家想用量子理論來研究探討意識 而教授認為,請問教授 這種量子意識的說法是否真的可以用來解釋意識 是問我自己的看法嗎 對,請受請 洪玲洪老師的那一講 如果大家沒有聽過的話 其實很歡迎在線上 我幫洪老師再做一次廣告 最後講到這個 Wheeler的三個階段 就是他從一開始是物理的 然後到後來最後是以這個資訊或什麼的這樣來看 那當然也提到這個Penrose跟這個 那一位叫什麼 Arizona University的那個 一時念不出他的名字 Hemerov 他們用這個microtube 就是來看就是說這個意識 你不要問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蠻好的啊 我意思是說 有一個很不同的想法 而且就是 也許真的我們的世界 其實有很多種各種不同的可能性嘛 就是那個薛丁哥的那個貓 你還沒看之前 牠還沒有這個 還沒決定牠是什麼 牠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意識有沒有可能就是一種 就是 就是等牠崩線以後的這個 決定的這種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提供一個蠻好的方法 其實現在甚至包括那個 有一些佛教的在講這個民心見性什麼 也都有把它跟量子力學 把它合在一起講 就是到最後什麼叫做星空 對 那有沒有可能 就是用量子力學的方法來解釋 有沒有可能這樣子 我覺得 我自己的感覺是說 我覺得 我們剛才談那個Hard Problem 那個Hard Problem 我一直覺得 就是現在的這個科學有一個極限 就是我們一直怎麼問都問到那個取用意識的問題 因為我們要牠報告 我們要牠做各種認知的 就是處理以後做出來的什麼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 好像就必然就得到的東西 都比較是跟取用意識有關的 我現在這樣講是 我先假設真的就是 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啦 但是我自己覺得 的確是會有這種 accessible的 就是這種取用意識的這個部分 跟現象意識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我覺得 任何這種 比較不一樣的這種 這個approach的方式 那量子力學它有很廣的 它自己本身的這個理論的基礎就很強嘛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是樂觀其成這樣子 好 這個Jeky Shea朋友 你已經聽到教授的看法了 那還有另外一位線上的朋友 阿琼 他說 他讀了一本書叫做 改變是大腦的天性 顯然這個是已經有翻譯成中文的科普書 他說書中提到 作者父親跟許多實踐的案例 例如說作者父親 中風後腦部97%的細胞都死亡 但重新學習 例如說行走語言 打字寫作等等 復健工作 一年後又恢復正常 回到大學從職教授之職 請教是否腦功能依舊依分區方式 依比例縮小 存於那剩下的3%的好腦細胞 這是大腦可塑性的問題 的確是研究也都做得不少 譬如說最常被引用的就是 如果你把手指都黏在一起 那你自然這個區域就好像縮成就是一個手指 因為你都一起活動 那另外就是你小提琴 就是拉弓或是你彈奏這個波奏的這些 這手指用很多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腦區就會變得比較大 就是他用比較多的腦細胞在處理 那過去會認為就是這個如果是那個活動 就是說腦傷到一定的程度 大概就以前最早是認為 根本那個神經細胞是不會再生 其實有蠻多的例子後來是認為 就是有除了那一位剛剛講的這個 還有在我們這個領域裡面他是做觸覺的 他就說他爸爸那時候中風到 醫生就說這是絕對不可能了 他就只能躺著或什麼 他就覺得他不相信 因為他自己是做這個部分 就是做感官的 他就長期的訓練他爸爸 結果他爸爸後來就都OK了這樣 他就是覺得說要改寫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現在對那個大腦可塑性 其實知道真的就是還蠻可觀 有些人完全沒有半腦 另外半腦都沒有 他還是可以有良好的 那你說那是不是剩下一個百分之三 我不知道多少叫做可以啦 記得有一個有名的例子 是一個劍橋大學的數學系的這個 然後他好像就是沒有 後來知道其實不太有什麼大腦的部分 那到底有什麼地方在處理 這個其實我們不知道 我剛剛講到就是說 大腦可塑性是一個可能性 就是如果這邊不行 那就用別的地方來用 目前知道的是這樣子 但是同樣有可能的就是說 那有沒有可能大腦就是一個 就像我們的手機嘛 就是把我們的訊息 所以你剛提到這個劍橋數學家 你說這個是知道他大腦有一部分 的確是例如說壞事或什麼或沒有 那可是他還是一個正常的數學家 有這樣的一個例子 對就是他們他應該是 數學系他不是數學家 數學系的學生 數學系的學生 對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就是他是車禍還是什麼 然後才知道說去照影像才知道 他其實大腦裡面其實沒有 就是平常他也沒有認知到說 其實他的大腦跟別人不一樣 就後來是因為車禍才發現 可是他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 一個數學系學生 好大腦可塑性很強 好我接下來請行之家 我現在是生物醫學工程系大三的學生 然後我問的問題是 第一個問題是就是 剛才在講座裡面提到很多是有關於視覺的例子 那當然也有一些是 比如說像剛才講那個觸覺的例子也有 可是就是我會好奇 有沒有其他有關於更多其他感覺的例子 比如說嗅覺啊或者是味覺之類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就是在講座最前面也提到了一個 那個觸摸到溫暖的東西的時候 會影響到受試者對接下來發生的事件的性格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感知的變化 那想要知道我想問的問題是 就是就這一個實驗有沒有其他的實驗可以去佐證 或者是去推廣有關於這些東西的例子之類的 好 謝謝 第一個問的是說除了視覺以外 有沒有其他的感覺 有 那只是說一方面是視覺研究的最多 這是真的 我們的大腦皮質大概有一半以上 其實都在處理跟視覺相關的 那這個大腦皮質也反映了所有研究者的人數的比例 這樣子 好 所以就是可以看的東西 就是研究的方面是比較多 另外一方面是說 視覺的這個demo比較容易看 就是我在這邊我很難demo跟你 就是說笑覺啊為什麼這個東西 這也是為什麼在平常的時候我們會 其實注意力早期 注意力的研究都是從聽覺來的 最早都是做聽覺 就是你聽不同的訊息 那你看你會注意哪一種訊息這樣子 可是後來就發現說 全部都轉到視覺來 就有各種理由 包括我剛剛講的這些理由 其他的感覺 做的除了有個別的感覺之外 還有感覺跟感覺之間的統合 總合 我們叫整合啦 所以像我這學期開的課裡面 有一門叫跨感官整合 跨感官消息處理 就是包括就是說我們剛剛講雙眼分視 比如說你有一個研究做的蠻好 就是說你看 我們一般認為我們是視覺比較有利 我們視覺優勢 所以視覺跟這個觸覺 如果互相衝突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什麼 比如說你視覺看到是一個正方體 你的觸覺摸到是一個長方體 這個時候呢你是會兩個分離呢 還是說你會感覺到一個 介於中間的 還是你是依照視覺還是依照觸覺 那結論就是 最早的結論是依照視覺 這叫視覺優勢這樣子 後來發現不是 是看你那種感官的那個 我們叫做它的變異 如果它很可靠 它提供給你的訊息很可靠 你就會用那種感官來做這樣子 後來甚至最近有人做是 把那個嗅覺 就是如果你聞到某個味道 你會不會比較傾向於看到 在無意識的情況底下 比較傾向於看到 跟那個味道是一致的 比如說讓你兩眼分別 是看麥克筆跟那個玫瑰花 所以這兩個會搶 互相競爭 讓你聞玫瑰花的香味的時候 你比較傾向於容易看到玫瑰花 它比較容易浮出你的意識的層面 所以這些都是其他感官相關的 像嗅覺特別 嗅覺是因為跟我們的記憶很有關係 那嗅覺也有一個諾貝爾獎 是在2004年的時候 因為探討那個嗅覺的 這個瘦器 它的這個分子生物學獲得諾貝爾獎 是蠻多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歡迎 好 那另外就是說 有沒有對於那個溫暖物體 是不是影響到性格 那個相關的這個研究 有譬如說 其實這個比較像是社會心理學 就是跟 寒帶跟熱帶的這個 人是會有這種 就這個問題嗎 等於是不是 對 倒是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沒有看到說有做那個不同區域的人 是不是會有差異啦 但是剛剛講那個東西的話 其實就只是很短的時間裡面 讓你摸到不同的溫度嘛 那有沒有人去反駁它或是什麼 我倒是不曉得 但是有人做 有人做相關的東西 譬如說 這怎麼叫相關 譬如說 你摸到的這個溫度 跟你看到的顏色 譬如說你看到紅色 然後你現在是摸熱的這個板子 那你會覺得這個熱的板子 當你看到紅色的時候 會覺得它更熱還是更不熱 就是你的顏色的這種 你是視覺嘛 顏色的經驗 會不會跟你的這個溫度的感覺 之間的一致性與否 會不會影響到你的這個感覺 那這個 不過這個好像有點遠了啦 就跟你要問的這個問題 有點遠了 我倒是不曉得 有沒有人反駁它的做法 這樣子 不過這都可以查得到 因為這一篇science paper 還蠻well known 謝謝老師 所以喝熱飲 因為你覺得例子是喝熱咖啡 對不對 跟冰咖啡 碰到 它並沒有喝 碰到 可能那這又複雜了 所以我不能做那樣的推論說 這個 OK 好 那我接下來請 呃 陳 中間這位字是什麼 陳之豪 陳 你們看得出這個是學生 中間那個字太小了 我看不出來 中正高中 陳什麼豪 陳語豪 順 四 refrigerante 妳好 我是來自中正高中 高山的 然後 我想問 我想問的是 就是關於助力力的問題 呃 剛剛在演講中 就是助力力不是分成兩方面 一個是內生性 一個是外因性 然後 我想問的是 他們兩個有沒有什麼 就是 呃 像優劣之分嗎? 還是什麼? 就是你會比較注意哪一方面的 就是當兩個強度是同樣的時候 就這樣 這個研究其實做了蠻多的 但是一般來說都是那個 內生性的這個會比較強 就是外陰性的時候稍微比較弱一點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現在大家都就是出去外面 你看到那個大家都手機 只要空下來大家都看手機 我那天因為到明達館區 開一個會 那個電梯開著 我就想說要進去 結果有一個學生已經先進去 他就拿著手機就進電梯裡面 進電梯裡面我就在外面講說 等我一下這樣子 他完全沒有聽到 因為他非常聚精會神的在滑手機 結果我在外面搖 然後手這樣試圖去碰他 他都完全沒有感覺 我絲毫沒有覺得說他什麼不禮貌 我覺得他真的非常聚精會神的在滑他的手機 所以你用各種外生性的 要吸引他的注意力其實很困難 就我有用聲音有用手勢 然後甚至最後要把手伸進去電梯裡面 請他看要不要幫我把那邊按一下 就是可以把電梯打開 他就沒有感覺 對我們一般的確是內生性是比較強的 好 我接下來再請劉耀誠同學 教授好 那個我是來自新店高中一年級的學生 然後我想請問 知覺會受到個人的經驗影響 既然有可塑性 那可不可以用自我的意識來控制知覺 就這樣 謝謝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要看是什麼 譬如說剛剛我們看那個Mueller Lie Illusion 那個有兩條線 那看他的那個鍵號是往外面還是往裡面 往外面你會覺得他比較長 這個一般的情況底下 你知道他比較長 你知道他其實一樣長 但是你沒有辦法控制 讓他看起來是一樣長 對 所以有各種不同的例子 我只舉這個例子來說 就是不一定可以 可是你可不可以控制你自己 譬如說像我剛剛講的 你可不可以控制你自己 要不要看清楚一個東西 或是要不要把你的知覺 把它更Open一點 讓如果有人在外面請你把電梯門打開一下 的時候你可以注意到 這個是可以的 所以他有不同的情況 好 我接下來請劉恆謙同學 教授好 我是目前就讀台灣大學電梯系一年級 然後我計畫在今年 申請雙組修行李系 然後我想要請問就是 教授在最後就是 教授好像很想要去 去解那個Hard Problem 就是比如說現象意識之類的問題 那我想請問一下教授就是 教授有沒有覺得 有沒有可能有哪一些研究方法 或者是技術 未出現的或者是已經出現的技術 能夠幫助我們再去探討這種問題上面 有幫助 謝謝 歡迎加入心理系 然後就有電梯的背光 希望你能夠幫忙 想出更好的技術來 然後可以做研究 我目前沒有想到什麼更好的方式 也許要結合大家的力量 包括哲學 包括電梯 包括各方面的 對 好 我接下來請溫宇涵同學 教授好 我是內力高中二年級的學生 我想問的是剛剛有提到 視覺能工性的東西 然後有提到一個例子是 就是看到一個椅子 然後就是會去做 然後我想問是 就是自己的感覺就是 那本來就是很適合拿來做的東西 還是就是看到別人 就是都是拿這種東西拿來做 然後才會去覺得很適合這樣 謝謝 就這個例子來講其實還蠻顯而易見 就是它需要經驗啦 就是說你如果 你在你生活的環境裡面 不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那個視覺的能工性就會不同 但是有趣的是說 提出這個Affordance 這個就是這個能工性的 這個想法的這個Gibson 他的想法就是他認為外在的刺激 他都認為你根本就不要用這個大腦的 內在的推論或是什麼機制 你就直接去感知外界的刺激就好了 所以他有點像是那個動物的 我們叫Fixed Pattern的這個Behaviour 就是說你嘴巴張開你就去餵鳥 就是這種東西 就是很像是那個直接你就看到了那個東西 然後你就知道怎麼做那個動作這樣子 只是說他的東西很多人都認為他 因為他有人就說以前我在Burkings裡面說的時候 有一位是做Robot Vision的 叫Jitindro 他就說他覺得Gibson的東西呢 概念都是對可是數學都錯這樣 因為他做了很多那個3D的這個 這個Optical Flow 就是光流的這個現象 那所以他有些東西很好 有些東西是就是對於經驗 就是我們就實證科學來講的話 會覺得說可能未必是那個樣子 對 所以那個問題的簡單回答 應該是需要學習的 好 我再請鄭百恩老師 我目前在學校服務 然後我今天我想要問的問題是 你教哪一科 我教數學 數學老師 那個因為之前有講到說 那個訓練可以增加直覺的解析度 然後我想要 我比較好奇的事情是 因為我們在學校教 通常學上都反映說 我們對數學沒有興趣啊 然後我就很好奇說 我們看到一個東西 譬如說我們學數學會覺得一致性是美的 可是我們卻對藝術家看到一片 譬如說色彩繽紛的東西 他們覺得那個是美的 對 所以我很想 我想問教授說 對於興趣是什麼 或者是如何引發興趣 有沒有什麼相關的研究 那還有 是興趣引發美感 還是美感引發興趣 謝謝 好 不過 這個問題你可以下一次 再問下一個講座的主講人 因為那個是跟美比較有關的 但是就是興趣是什麼 我以我自己為例的話 我自己一直覺得就是說 其實你走一走 你其實是知道你不喜歡什麼 喜歡什麼 所以你有一個這個自我 可能你自己一直在做自我的探索 跟自我覺知的這個過程 到底興趣是什麼 就是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高主任就提了那個 Francis Crick的那個gossip的方法 就是說 你最常去跟人家談的問題 你最喜歡談的問題是什麼 那可能也可以彰顯出來 就是說你的興趣是什麼 那數學的美 一致或不一致 我不太確定你這裡的一致不一致 但是那個 有一種pattern叫pain rose 就是同樣那個量子力學的pain rose 叫pain rose tile 它其實不是一個規律性的東西 對 所以也不見得是一致 就是有些人覺得對稱很美 有些人可能是不對稱的東西是比較美 但是老師說美的東西 我還是建議你問這個 跟美專家的這個 就下一場應該是講這個部分 你可以說我們已經預料到有你這個問題 所以安排專門的演講來談這個話題 我現在還是一樣替 接下來我替這個 這個收看直播的一位 Nixon Lee的朋友提問 請問如果確實有個觀察者 跟大腦運作系統 就是你看提到有一個觀察者吧 那麼觀察者是所謂的靈魂嗎 這觀察者如何跟大腦系統連結在一起 大腦生命有限那觀察者呢 他自己的觀察者他都答引好了 大概 好 這個 這個就是也是Hot Problem的一種對不對 就是說那個觀察者 我講的其實我講的觀察者比較是 你有一個觀點 就是之前講那個本體性 有一個觀點 有一個自我的觀點 去觀看你自己的經驗 的那個觀者 這樣子 那至於就是他 會不會超越你這個肉體之外 我不曉得 但是如果 我依照這個洪老師 洪運宏老師介紹那個Healer的看法 他就是information對不對 他其實就 要把它叫做什麼名稱我不知道 就是這個 it from bit 他到底是bit還是it 還是soul還是什麼 不曉得 但是他有沒有可能 就是在你這個肉體不在的時候 他還存在 那我覺得就科學的精神來講的話 任何沒有被否認的 他應該還是有那個可能性 就是但是你要怎麼去證實他 對這個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 因為你發表意見 大家應該也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好 我們已經過了五點 其實已經超過時間 其實今天葉老師他的演講 已經比我們平常預計的80到90分鐘已經差很多 因為他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這個議題也是大家感興趣的議題 所以我現在只能夠 這個就是 這是最後一個問題的 我請張祖文 張祖愛或張祖文 我算一般社會大眾好了 我想要請教的是說 有沒有研究 對於注意力不足的孩子 可以靠覺知的部分 來增強他們的學習能力 有 其實也蠻多人嘗試這樣做 甚至我們自己的同事 就在我們膝上的同事 也是都嘗試去協助這樣的孩子們 透過的方式也是類似我後面最後談的這個部分 就是你怎麼樣提升這個專注力 怎麼樣可以以怎麼樣增強你的這個知覺的這個方式 就是來 那可是這些東西我覺得都需要 如果你要prove的話 你都是需要比較說 事前事後看他有沒有效 所以這一點我比較難在這裡跟你說 哪個方法比較有效 但是都有人在嘗試努力做這件事情 文獻都找得到 好 那這就是最後一個問題跟最後一個答案了 我們現在是不是在用熱烈掌聲 謝謝葉老師的演講